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 大家好 主播好 好 现在呢 又是到了我们直播的时间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内容是 《佛境探索》第十一场 今天这个主要内容呢 是讲的是菩萨心 或者也可以称为叫做菩提心 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 我看物理有问题 感恩师父 师父今天也是一开场就看到师父的身后 挂了一张非常庄严书胜 又非常非常美丽的牵手观音的像 也想请教师父 牵手观音为什么它需要牵手 还有牵眼呢 好 这真是个好问题 好 现在我身后这一尊观音像唐卡 是出自于西藏 它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系列造像之一 它不属于一个非常纯正的牵手牵眼观音 它这尊唐卡的名字是属于叫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 那么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大光普照观音 那么它主要是对治教化阿修罗道的 这样的就是法力无边的观音 也就是说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用呢 就是尤其是说震宅驱魔 将这个恶鬼道 一种邪神道 如果有人容易走邪道 走歪道的 去供养它 就让人得到身心灵的清净智慧 得到这个十一面观音的真正的这个加持呵护 就是邪气邪灵不上身 是这样的 那么它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造像中的一尊 那我回答向物理的问题呢 那牵手牵眼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之前也有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人 人的身体上长了一千只手一千只眼 他这得多忙活啊 这个身体它这个驱动器得多大 你这个肢体要很巨大 所以才那么多只手 大家看到螃蟹和蜘蛛 那么多只爪子出来之后都够忙活的 所以一个身体这么多的手的话 那固度上忙什么了呢 是织毛衣吗还是干嘛 这其实大家是多想了 这个牵手牵眼其实是有点叫做化身无量的意思 有化身无量 他是菩萨 是佛的使者 那么当 尤其是说描述一个生命 因为菩萨这一生命 我们如果把当一个人来看的话 那要画一千个像 那代表是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化身又很困难 对不对 那这个当它有这么多的化身出现 又是一个人 一个人又是多个人 这个牵不是指一牵个 一牵之手一牵之眼吗 不是是指大千 这个菩萨的大慈大悲之心呢 又想利益三界一切众生 所以他的这个化身 是超越了这个大千世界的 这个为千 而不是说 999个加一个就是一千 不是那个千 它是一个非常广博 无限无量的意思 对一切众生有所求 他便来搭救你 对 那么这个眼睛代表说 我看到了 要察觉我们众生的苦呀 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看到了 那这个手呢 代表行动力 我帮你 我帮你 对 所以画眼睛 就是我观察到众生的需要 其实在他修法中 我对观世音菩萨还算是较熟悉 在我修法中给我给了巨大的帮助 合护 指导 真的像慈母一样 但是他做到慈母做不到的部分 就是对你法的教化 对身心灵的洗涤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在他的修法中 据说他修的是 我们所谓前面讲的那个 这个眼耳鼻舌身意 他只是借用一个器官 就是听觉 他专门修这个听力 听力中的 一切 有缘众生痛苦的声音 并且去寻生救苦 寻找 这个 痛苦哀嚎的声音 或者求助的心声 那么他就来帮助我们众生 大概这就是我的解释吧 物理 那你觉得还行吗 我的解释 非常感恩师父 受教 觉得还有问题吗 对师父 那其实我们在民间 还有很多不同的观音的形象的变化 对 也有什么 我们比较熟悉的 其实在汉地最熟悉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 也是最感觉最亲切 有白衣观音 滴水观音 梁柳观音 送子观音 对 种种种种 诸多化身化现的 这样的不同的形象 那也是觉得 快智人口 耳熟能详的 也非常的知道 观世音菩萨 他有他的愿望 就是都保极 宁含在 他的一个愿望极 叫做 普门品 所以今天也是想 请教师父 能不能也为我们 来讲解一下 普门品的大致的内容 好的 首先说这个 刚才你的理解力非常好 我讲到 我讲到牵手牵引观音 就是因为他的愿望 那么其他的 是杨柳观音 提兰观音 这个送子观音 等等的 这些不同 观音菩萨的这个形象 我还提醒 还超越性别 他经常一会儿是男生的 一会儿是女生的 一会儿是小姑娘 一会儿是老太婆 一会儿是老爷爷 他都会有 那么这些都是 其实为了达到 怎样帮大家 觉得如果今天 我这个身份 这个感觉 如果像一位老奶奶 跟我说话 我就比较喜欢的话 他就可能成为老奶奶的相 来帮你 如果觉得是一位大哥 觉得这个时候能帮我 他就化身大哥 是吧 太神了 厉害 怎么变多心 其实就是慈悲的愿望 慈悲的愿望 要帮助大家 所以这个 牵手的手和眼 也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 一个人身上 长那么多只手 而是化身无限 无量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可以 把它叫做百变观音 它可以各种身份 各种形象的 这个观音菩萨的化现 但是他身上很少 写这个说 我是观音菩萨 他只是没有这个 但是这是他慈悲的愿望 说成就这个愿望 一切佛与神灵 为了帮助 这个观音菩萨 成就他的慈悲愿望 所以他就会 当需要的时候 就能化现成什么 其实还有很多众生 让他去用 比如让张三帮助理事 经常会这样 帮的人也觉得 心甘情也挺好的 就是这样 你刚才讲到这个 普门品 普门品是这个佛经 这个叫做 妙法莲花经 当中 第25品 这个当中有一个 经典的名字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这个很多人 还是比较熟悉的 我是不太善于讲经的 因为经中的精华 和引导的方向 就是希望有更高的智慧 能够真正对他 有所最佳 真正的 深入其精髓的理解 才敢去讲 就生怕对大家 带来一些误导和偏见 所以我也很少讲经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当中 涉及到了观世音菩萨 就不得不从 普门品 这个经文呢 开始认识观世音菩萨 对 在普门品中 我大概描述一点 就是由佛陀所讲 佛陀告诉无尽义菩萨 有一尊菩萨的名字叫无尽义 佛陀告诉无尽义菩萨 说善男子 就是指这个无尽义菩萨 善男子 若有这个无量 无边的百千亿万的众生 如果都正在受苦的话 如果听闻观世音菩萨 这个名字之后 如果你经常去诵念 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大概就这样佛所说的 如果你经常的持诵 也叫诵念 诵念持是指持之隐恒 隐恒的意思 就经常诵念观世音菩萨的人 就是假设 突然有火灾了 你正在睡觉 就可能火那就不能烧到你 你可能提前就会 菩萨把你叫醒了 并且你顺利的 能从火灾中逃脱出来 那比如说 就有大水了 今天你掉到水里了 或者坐船正好缠漏了 你那一时可以得救的 通常就是水火之灾 那个是惊天动地的 那么佛陀在经典中还说 如果有众生呢 为了求这个财富啊 求什么金银啊 车渠啊 就是古代佛教在古印度时期 常说的那几种宝物啊 比如说有人为了求这个财富 什么金银 琉璃 什么车取 玛瑙 哦 珊瑚 琥珀 珍珠 等宝物的时候 结果呢 哎 你可能是乘船也好 干嘛也好 正好在海里头 遇到了这个 超级大台风 因为我们经常在海边去工作 去做事 确实看到那个 每一年在某些海边地区 大概有四五次台风 你像这个台湾呢 日本海这个附近 每年的话 至少有六次台风 就是或大一点或小一点 有的时候非常巨大 所以当台风来的时候呢 你那个如果有一艘船啊 我不知道现在呢 超级巨轮 应该是不是可以 还可以能勉强 能够幸免于难啊 所以在古代那个小渔船 包括我认为当代的 那个稍微小号的那渔船 就都很危险 因为整个那个海浪啊 就是这达到五十米和上百米 那就铺天盖地的 像从天而降 哗就砸下来 而且那个风 把那个海浪吹的 那叫电三岛寺 所以一个小船 很容易就沉没下去 所以为什么后来又 专门有一些国际机构 打捞那个沉船啊 就那个船在古代 不知有多少艘船 就葬身到海底 你想那时候船上的这些船员 船夫船长 全都葬身于海底啊 但是今天打捞的原因是 上头的那些 有些东西还没坏 比如说像瓷器呀 石雕的东西呀 还没有坏 还能捞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对 所以的话 在古代有大量的船只 因为又没有预测的功能 对不对 不知道哪一天会有这个大台风大灾 对 如果跑长途的话 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有时候避不开 所以很危险 那在《普门品》中说呢 如果这一船人 为了求财宝 他的缘故事就这么讲 如果这一船人为了求财宝 可是到了大海遇上这种 黑暗的大风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 如果是能够送念观世音名号的时候 你就能得解脱 就不会给淹死 反正经文里就这么说嘛 大家就这样听就好了 绝真 师父那有个问题呀 这个里边经文 他原来讲的是说 为了求财宝 遇到这种海难 送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得到解救 那如果是海边的渔民呢 他们出海捕鱼 他不一定是求具体的财宝 他就捕鱼嘛 这样的 还有现在经常我们像这个轮渡啊 像这个坐船去到哪里啊 对 这种出行的呢 并不是为了求财 我是路过 对对对 真的要碰到那种情况 或者是海边的渔民 海盗的渔民 这是他的日常的谋生生活 是吧 打鱼谋生的 怎么样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 遇到危难的话 那向观世音菩萨求救 真诚的送念 观世音菩萨应该也会来救 一定会保佑 这是一定的 感恩师父 因为他尤其是讲这个贪财的人们 你就是贪财 和普通渔民相比的话 是吧 那渔民一定会得保佑 你去求财的 更吝啬 更贪婪的人来说 他也一样去保佑 是指这个意思 师父那再隐身一下 可能那个写经文 人的时候还没有飞机 也没有汽车 那现在不光是出行 不光是坐船 那还有天空飞的 还有开车呀等等 各种交通工具 开车 汽车 火车 轮船 飞机 对 各种交通工具 还有当代在世界各地 还有人专门骑自行车 锻炼身体 是吧 那你说是不是可以得到保佑 没错 当遇到这种危难的时候 我认为会 我认为会 就是你呢 一般就是诵念 因为我们当代人啊 有这个手机啊 它是多功能的 对 它上头有这个 像我送创的 观音菩萨心咒 也挺好听的 下载下来 并且呢 你也有这个观音菩萨的照片 如果有印好的 平常装在自己 随身的口袋当中 一般乍一听就觉得 哇 太神了吧 但是当你真有危难的时候 就可能真能保护你 保佑你 随身带在身上 偶尔是经常会念一念 送念一下 你比如说你去住旅馆 有时候到那放一尊佛像 或者是菩萨像 那也是得到保佑 对 所以经常送念就比较好 你这样一问 我就问完了 我接着讲了 对 那刚才是说在这个船上头 经文里就是写的求财的人 同样得到保佑 那么还有呢 就是当 有时候他是讲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要被害 被害就是有人想杀死你 尤其是过去有些商人 背着一些钱财 或者是一些商品 它有价值嘛 有价值 所以在古典的小说之中 经常会有强盗站出来 留下买路财 结果把财也给他来说 那也还得留下命来 说因为你一回去 报了官府 就把他们抓了 你都记住我长相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不行 我还要杀人 我还要杀人再来劫财呢 那这个不行 所以观音菩萨同样会能够保佑这样的人 就不会受到这些强肥来威胁你的生命 再往上说呢 就是说 若是有这个邪神恶鬼 就是什么夜叉 在印度语当中的一些 这一些邪神恶魔恶鬼 等种的综合的这个称呼 对 那这种夜叉罗叉 这是鬼 怪 那种低级的神 对 来要加害你的话 那你只要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这些邪魔就会自动 就不见了 那举例来说的话 像有的人突然间得一个异症 六亲不认了 突然间说胡话 说鬼话 是吧 爹娘都不认识 其实这种邪气 有时候经常会发生 之前我们也有讲到过 比如说常见一种事 就是你在睡觉 这个部分男女 就突然一股黑气 把你压住 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相信多数人都经历过 哎呀 想喊都不行 呼吸都困难了 其实那一叉很危险 如果那个呼吸上不来的时候 你会出现一个景象 迅速的你会 就从一个高高的山顶上跌下去 当连这个景象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死了 就断气了 那么在所谓发现你死了之后 就是觉得这个人无病而终 就死了 因为提前也没有什么癌症啊 什么心脏病啊 但最后医生的鉴定是什么呢 死于心脏病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就是这个血鬼啊 来杀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 身上如果有 你的床头上 还有贴身的衣服上 有装有菩萨的像 或者经常送念这个名号 也有人会就把这个 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字 做成一个很漂亮的纸条 贴在这些床头上 这也是起作用的 对 或者有的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卧室当中有供奉 观世音菩萨像 也是特别管用 对 所以遇到这样的邪神恶鬼 这个菩萨一定会来打救你 像我刚才刚介绍了 这个在藏密当中 十一面观音 他是专门捉鬼吃鬼的 对 他专门针对这个大邪 大恶魔 阿修罗嘛 他专门修理他们的 说阿修罗是大恶魔 除了他都能修理 小鬼小怪更容易修理了 对 你要供奉他就更好 对 那么还有人 说出于某种原因 就惹上了刑法官 过去来说 这个叫做 什么 扭蟹什么枷锁 过去他就是那种 像木头的套在头上 把所有家人给套住 真的你想 你这个手和脖子 弄的一个大木板 把你弄不了的时候 真是这个 太不方便了 是吧 如果就是摔倒了 你自己都很难爬起来 非常难爬起来 尤其是你仰面朝天 倒到那的时候 根本动不了 对 就是叫任人宰割 对 那说 普门品中 就是说 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 你是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那么 你就会突破枷锁 立刻获得解脱 先别细究 这是菩萨的慈悲的愿望 你就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抬杠 这样啊那样的 你去想 但是你真要被人冤枉 给你关起来的时候 你还真想谁来打救我呀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如果菩萨显灵呢 如果你听过我这堂课呢 你念一念说不定 是吧 警察进来说 走吧 有人来接你 无罪释放 你看 不是有的时候嘛 你是一念之间 你就被冤枉被砍头 是吧 那在我说有三十多年前 我就认识一位哈 他就被冤枉 就他们那个村里 有一个人 一个女的被杀 那个警察抓不住凶手 就不知道怎么盯上他了 把他给抓了 抓了之后 这个他这个 因为证据也不足 也没盯罪就关着 关了十几年呢 打残废了 他出了主的拐账 他说我的手都揭了好几回呀 这个警察呢 特警呢 说反正你是死刑犯 就拿他当靶子来练武功 那肋骨打断好几根 结果一个释放出来 哎呀 成了残疾人啊 他说你还有没有公平 我说这就是业力 你就认了吧 什么业力 那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多法力 我只是知道 说反正这是业力 你们村那么多小伙子 怎么就抓你自己呢 他说我们家好欺负 哎呀 反正事都有了 你好好修吧 哎 就是 我就说 应该算是业力吧 没法解释 如果 那个时候 他早懂的这个 一念 哎 这警察呢 怎么选 没选上他 就他就幸运了 对不对 他选了之后 来一个人说 说 那个人更像 坏蛋 把他放了吧 你看看 这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 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对 还有呢 所以有这个经商的人 如果持有这个宝物 这个之前咱们就前头已经讲过了 就类似的 拿着很多宝物的时候 经过一些有风险的 有山贼的地方 对你 你经常打心里头 就是经常的默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 对 那 当地的这个仪式 鬼神啊 这些杀人越祸的 这些贼人 这不是很多强盗吗 战山为王的强盗吗 他就要靠 打劫过路的商人 现在这就是明确的是商人 对 你是念这些 观世音名号的时候 通常 这个贼呢 就像没看见你一样 你就过去了 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贼一醒的时候 打了个盹 旁边站着小弟就说 大王啊 刚才有一对 挺富贵的商人过去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喊了半天 你就是不行啊 喊不行你啊 没有军令 我们不敢擅自行动啊 嗨 下次一定告诉我 你看人家过去了 这可比请标局管用多了 有效多了 那标局的话 就和他们打一场呢 还不知道胜负对不对 你这个的话 根本就是这个时候 劫人劫色劫财的人 正好睡着了 喝醉酒了 是吧 正忙于其他的事 你看就脱险了 有时候就是幸运和不幸之间的 就那一点点差别 嗯 就真 还有个问题啊 就是商人 如果碰到这种劫财的 是挺可怕的 挺危难的 商人其实还怕一种事儿 甚至于给他丢了命都 都更可怕 就是投资失败 嗯 或者什么股票什么的 赔了大钱了这种 嗯 对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商人也求观世音菩萨的话 顶用吗 顶用 顶用 别是求菩萨了 求我都可以 对 顶用 其实我们也 我们现在说菩萨 菩萨是主角 菩萨神通广大 就是为了帮助一切的众生 你比如说你经商 你是个很好的商人 那你富贵一点 总比贫穷好嘛 对不对 你贫穷的时候 你都吃不上饭 你不是早得病吗 早得病就早死啊 对不对 尤其是家里头 老老烧烧一大群人都个饿死呢 对不对 还有因为饥饿 大家会出去偷啊 抢啊 是吧 杀人越货啊 都有啊 所以很多的社会的动乱 是因为贫穷造成的 社会最最动荡的时候 就是天灾来的时候 天灾变成人祸 就是这样子 那还有比如说商人 他就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利 经营不善 这个钱越赚越少 越赚越少的 这种情况呢 求菩萨顶用吗 顶用 但是通常他是 求菩萨顶用 但是要求我的时候 我会给他谈一谈 就是 是吧 求我就是谈一谈 对吧 你要注意 菩萨给你的讯息 对不对 你要check your message 你要经常看看你的手机 你得到哪些讯息启示 你别光是贪欲熏心 贪欲欣心 赚钱还赚钱 发财还发财 光这一根金的话 那不行啊 对吧 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那菩萨还要练耳根圆通 去察觉这个世界的讯息 对不对 那你经商的人的话 要心明眼亮啊 哪些该投哪些不该投 是吧 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哎 所以经商就是为了得利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有沉默的商人 为什么有失败的商人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确实有人说了 那什么时候出手 什么时候收手 你比如买股票来说 什么时候买进的时候 肯定大家一口同同说 跌到那个谷底的时候 什么是谷底你知道吗 不是不知道吗 所以我就认识一个人 他就是说这个跌的够低了 我就买吧 结果 比如说原来是270块钱一股 到了130的时候买 他这么大的公司买 等他买了之后 一年以后成了30块一股 他自己给我说 陪着我连老婆都想没有了 他清量到那个程度 他老婆说还不卖 他说不行 我还得借钱买 我说研究经济学的 这是哪 你说这不是谷底了吗 物理 师傅跟你分享一个真事 就是在温哥华禅堂之前 前几年 我们有个师姐 他也是就是做投资的 但是他吃不准 他这个投资就是凶多吉少呢 还是可以大富大贵 他就拿着一张师傅的像 就放在他面前 然后他真诚地提请师傅 希望师傅就给他一个message 做好还是不做好 等他提请完了一回 看师傅的表情真的变化了 就是师傅 就是一脸凝重 那个脸色一沉一拉 他说坏人不能做 他真的就没有去投 结果他还有其他两个股东 就是投资合作伙伴 他们就没有不愿意这样子去听信 他们还坚持去说 这项目说什么规划做得这么好 又很有保障 结果那两个股东投进去 果真两年之内赔了三千万 所以他特别幸运 师傅帮他就是拦了一个大劫 等于是 感恩师傅 真的真是 特别好玩 对像这种事情 其实这种故事 和我之间发生的也比较多 就是来咨询一下 要不要投资 这个还算是有缘分的 当然我们的建议也有人听 也有人不听 那个就再说了 我说的也不是百分百那么准 他们感觉到我像红眼病 说你看师傅也看我发大财了 就总是说别投资 别投资 人生不过一世 今时不投资 下时没有了 我说人生不过一世 命还活着 钱没有了 那你为了啥呀 对不对 人在天堂 钱的银行 钱的银行还是不在自己名下 你说人在天堂 钱的银行 不管你多高境界 都是落于这个结果 对不对 但是关键是 你在死之前是 人在天堂 钱在别人的银行 这个你痛不痛苦啊 而且虽然钱都在银行 但不属于你和你的子女的名下 那你是痛苦 你的痛苦只能说 痛苦加进了你 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速度 对不对 你的死就是说白了 就是气死的 那就是不张眼 所以不善于观察 甚至不善于去察觉这些讯息 所以当你的功德福德不够 没有神佛神灵提醒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鬼迷心窍 财迷心窍 你眼前看见的全是这么大的 打金钱打金砖 你看不到 那个金砖是假的 下面就是陷阱 就是陷阱 就是陷阱 是吧 就是你和古代捕捉动物 是吧 哪怕老虎抱着 那人和一个虎打架 不可能打得过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不是武松嘛 那它是底下铺陷阱的 是吧 上头放一只小羊绑子 是个小羊仔 就喵喵叫着 可是周围全陷阱 你老虎也好狼来也好 哭吃全掉下去 人都不用打 底下放的全是大铁尖冲上 不管是谁 下去就诈死 那在商场上 有多少这样的陷阱呢 捕捉的都是老虎 捕捉的都是老虎 就是贪心太重 嘴太大 无福消受 所以说到这多说一点 比如说你的财运 是一千万的财运 对不对 可你到了九千万 你还不收手 说我再一投资 就十个月进来了 说前些年 就有一个 华人同学 他在美国混 说他们想吸引 他投资的那个集团 明明都有 当时的美国总统 和他们那个集团老板 就跟他谈合作的 那个人一起合照 给我看 我觉得这个合照是真的 因为美国不经常选举嘛 选举的是总统 拜访各家 比如说你多掏一点钱 可以和总统合照 就是这样 在在选民主选总统的国家 都有这么一个方便 是吧 大家只要掏点钱 能接近于总统啊 副总统啊 这些候选人嘛 是不是啊 但是一当的总统说 你看我和总统 是好哥们好朋友 说这样还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介绍的投资 是和副总统 他们家族的生意 一起合作 说他这个几千万 他不是有九千万吗 九千万美金 哪怕投进去两千万 大概五年以后 大概能赚十个亿左右 对付总统保障 美国政府的文件 也给我看了 因为我也看不懂 那是真的假的啊 它和古董鉴定不一样 这都是新家伙更难看的 反正我看到就一头雾水 我就看 他给我看那个文件的时候 我觉得上头就那个乌云密布 呼噜呼噜 直晃直响 我觉得不是好事 我是信息太混乱 混习混乱 看不清前途的时候 就不能投资 哎呀 他又说 师父啊 您老人家还得好好修啊 毕竟还年轻 他说我年轻 我也好好修 我说好啊好啊 那你就好好做吧 三年以后 师父啊不得了了 我说怎么了 发大财了吗 发大财不至于这个声音呢 不行啊 钱没了 我给他 有命就好 有命就好 他副总统担保着 都是假的 还有很多真的副总统担保了 真出了事副总统说 哎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政治家是不担保的 因为政治家还担保不了自己能活哪一天呢 谁给你担保啊 对不对 然后银行贷款 银行抵押 说你真存很多钱 银行给你一个证明说 如果银行倒闭了之后 赔你说结完账之后 说不定有两块钱可以赔你 如果你存了两千万 银行倒闭了之后 能给你赔两块就不错了 很多这些事你是没读懂 结果就是这样 好了 那刚才是谁的问题 决真的问题是吧 你的问题你再说一遍 就是师父都回答了 就是说伤人 他如果是自己这个经营不利啊 钱财损失了以后 求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能不能给予帮助 不能 因为人都要求财对不对 我说的不能的原因呢 我也不代表菩萨 我只是代表我 就是说 有时候 我们一个人生幸福的生活 并不是拥有很多钱财 有很多幸福生活 就在于 夫妻俩辛辛苦苦去工作 每天每个礼拜都要工作 八九天 每个礼拜几天呢 七天就工作八九天 已经不算很辛苦了 就是这种辛苦的状态 一个人搭两三份工 就是平均八九天嘛 对不对 所以人家生活之中 有礼拜八礼拜九 这样辛苦工作 能养家糊口 就经济上紧紧张张的生活 是最幸福的生活 因为这两口子 不敢离婚 因为谁离婚 都找不到另外一个 对不对 你混的那个样子 也没人再嫁你 也没人再娶你 对不对 所以剩下他两口子 相依为命 就是最幸福 当钱多了之后 各种贪财贪色都来了 像把你瓜分了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赞美和诱惑 就让你能够 就两人分离了 这个家就破裂了 都是冲钱来的 反正所有的这个东西 也不一定完全是那样的 反正钱多了容易出事 钱少了没什么好处的事 钱少了想出事都很困难 就是在情感上 就钱多了容易出事 大概 多数的问题都是这么个规律 而你的问题是 所以我想起来了 菩萨不会保佑这样的 不是说你求财 我一定给你财 就是见好就收 有些人的定力 不适合拿到更多的钱财 就是你的定力 你的叫做福德 我们讲的福德 因为你没有做过那么多功德 福德就是布施供养 做善事等等这些事情 使你的承受力还很薄弱 就像我们拿一个 经常拿个塑料袋 提个东西对不对 那有些你的塑料袋太薄 承受力差 可是这个东西太重 所以就掉到地上 就带着被撑破 东西也给砸烂了 对 所以的话呢 承受力不够 所以菩萨不会轻易地给 没有承受力的人 给你那么重的富贵 财富不会给 没有功德 没有承受力的人 这叫无福消受啊 但只是人就是说 我要的 我要求是不是就有所得 菩萨不会害你 所以不会给你 就是意外的大财富 比如说你今天 很多国家都有那个抽奖嘛 每个地方称呼不同 有个地方把它叫六合彩 六四九 江南大叫六四九是吧 还有就是什么乐透奖 对每个国家都有 它就积累 它说你要写那什么号码 但有的时候说 一年了没开过大奖 哇 比如说在美国吧 说一年都没开过大奖的时候 没人抽到这个号的时候 他这个 剩下的这个财富 就继续滚动 是大家投资进来的 就是比如两三块钱 一张票那个 就是你要填号 填号你自己记好了 将来念那个号 这个人你要知道 在赌你的号 你中奖了 一个人中两百块 这个还比较好 安全一些 一个人当中了超过美金一千万以上的时候 那你要小心 如果你家里还比较清贫的话 就是意外之财 当太多的时候 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 将从天上掉了那个大石盘 大磨盘 啪就砸下来 你自己想是好是坏 我的形象举例 大家知道这是个不好的 但事实上也不好 我真的查过呀 查过意外之财 突然冒出来 就这么抽奖 一下变成富翁的人 哇 大家自己查一查 大家自己查一查 那反过来说 为什么有些人开工厂 开小店 慢慢变富了之后 他的危险不会太大呢 他整个过程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变大 从他心理上 生理 他都适应了整个这个过程 对不对 他适应了这个过程 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承受力 对 那你突然之间的 突然之间快速称大的时候 就像一个口袋 他你装东西猛了之后 他都会称烂 对就是这样 人呢精神上受不了 所以大家上网之后查一查 获得那种国家级那种大的彩票 获了大奖的这些人 你自己查查看看 反正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所以的话 这个佛菩萨不会害你 所以不会让你突然间发个大财的 但是要成就你的话 让你慢慢发财 突然间发财 说今天就路上就减了二十 明天又减了二十 这个还可以理解 二十块啊 这个不会出什么精神问题的 好我接着往下讲啊 要不太久了就 这佛陀继续说 这个观神音菩萨这个 这个 这个威神之力 这个是非常的 伟大 非常的巨大了不起 这接下来又说了 如果是有众生 比较爱好喜欢淫欲 淫欲 如果我们想有所改变的话 有所节制的话 就经常 就是恭敬送念 观神音菩萨名号 这样的话 自己的欲望 也会有所收敛 对 有所收敛 就是这种欲望 就开始大化了 师父我们这同修之中 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 就是比如说 先生出轨啊 找小三啊 什么的 咱们同修就是送念 观神音菩萨名号 老公就是回心转意了 那边就断掉了 又回到家庭中了 这样是蛮多的 对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 对 那佛陀在这个经典里 也提到这个问题 经常送念 就比较保夫妻和睦团圆 对 所以大家经常念 太太经常念 老公就安全 老公经常念 太太能保全 太太能保全 这是双保险 两人念 就是双保险 对 幸幸福福过完年 对 你看这都是菩萨感应啊 我都成诗人了 如果还有人呢 就是比较爱发火 就是叫称爱 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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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慧这个意思就是容易发火 或者越过去的人叫称恨 就容易发火的 发作的 对 就干活比较旺的人 你常常恭敬 顺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呢 你就能够慢慢就脱离了 这个发火的这个 这种个性 就变得柔和 柔和柔软 这样你的 你的这个人际关系就变好了 经常念佛的人 通常可能 至少少了伤害嘛 因为你要发火的话 心里游火 一冒出来之后 本来是一句普通的话 但是你发火的时候 说出来的话 就容易 觉得听得不舒服 或者受伤害了 对 经常念佛的人 应该说给别人带来伤害 应该是比较少就会 这个是 确实是 应该是有这个作用 嗯 还有若人有多一些愚昧愚痴的话 这个愚昧愚痴 常常恭敬送念的话呢 你能就远离这个愚昧愚痴 对 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正是他那种 有愿望生出的大威力 像神意一样的 神威 神力 所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希望呢 有缘的众生 要经常送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 那么还有呢 这菩萨为什么牵手牵眼呢 真忙不过来啊 还有呢 有这个女人呢 结婚之后 想生个男孩 就生不出来 有很多就是连着 我们都认识都有 连着生四个 生七个女孩 救不出男孩 真奇了怪了 真奇了怪了 对呀 如果你恭敬供养 这个时候又不同了 内容不是送念了 就是恭敬供养 礼拜 观世音菩萨的话呢 就可能能够生 这个有福德智慧的男孩 福德智慧 福啊 有福啊 还有智慧啊 这个的话将来就是 这孩子一定是大富大贵的 像福德 你福德比较深厚的话 你成为富贵 你是可以消瘦得了的 你真正成为富贵的人 所以当没有这个福德的话呢 就是一发财人就完了 要不财就没了 反正总会有一个东西会消失 要么是财 要么就是人命 当我有这份福德 这个富贵的话呢 富贵来了之后 能活得很好 能够消瘦得起 对 还有很多这个女士呢 光生男孩 就是我也想生个闺女 生个女孩 又聪明 又漂亮 又贤惠的 这种女孩 我想生一个 对 那一定是可以 也一样是 恭敬 供养礼拜 观世音菩萨 你就可能会得 一个非常相貌端庄 品德道德 这个长相 都是非常好的女孩 受大家喜欢和爱戴的孩子 就真 我想起来 以前那个新加坡 有一个师姐 她就是第一胎生个男孩 第二胎又生个男孩 然后她特别想要女孩 然后就求观音菩萨 求求求 哎 怀孕了 生了 一口气生了俩 双胞胎女孩 结果就是两男 两女可真是如愿了 对 让你一次生个够 要一个来俩 对 然后四个孩子都跟着妈妈 一块都拜师了 特别的吉祥 真好 这就买一送一啊 你这生孩子多好啊 养一个也是养 养俩是养 是吧 养一对长起来 就生了两次四个孩子 厉害 对 神奇啊 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 这个威德神力多么强大 所以为什么要教授大家一下 恭敬送念和供养观世音菩萨呢 对 那么在接下来 若是有人 去供养恭敬 这个观音菩萨 比如说食物 衣服 甚至是坐禅 或者是修行的床啊 椅子啊 什么医药啊 那会不会有功德呢 那功德巨大 对 功德巨大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相信供养人 就会得到巨大的功德福德 那么你一个正确的所求 你当有所需求的时候 菩萨一定会护佑你 让你获得 应该获得的那个成就 和护佑 就观音菩萨 管的事是非常多 非常多 那多到了之后 不可数的这个程度 对 已经 我想已经都说不完了 包含了几乎 人类在活在这个世上的 所有的一切 人 都有一些过不去的观 这个菩萨 都来帮助我们 嗯 你俩还有问题吗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 我们说到的 都是说 经典里所讲到的几大内容 但事实上 这个佛陀讲这一团 这一团 这一番道理的这个意思是 观世音菩萨 无所不在 大家所需求 但是当人力达不到的时候 都可以求观世音菩萨的协助 物理 师父 听您这么讲 就是我们人类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困难 灾难 都可以提醒观世音菩萨 对 就是观世音菩萨 闻身就苦 有求必应 那我想请教师父 菩萨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啊 在经文里讲的菩萨 和我们所理解的菩萨 它有两种解释 经文里的菩萨呢 经文里讲的当时的存在那个菩萨 通常是指 已经早就获得了佛陀的心 佛陀的一切法力和智慧的这样的生命 我为什么不是说这是这个人呢 他可能是他的生命 就像之前记得吗 我们讲过 比如说刀立天 大家对这个名字还记得吗 对 当你在所谓这个六道当中 这个欲界天第二层的时候 都已经活到了几千万岁 对不对 等在这个欲界天之中 在最高的层次的话 有三亿多年 三亿多年的这个寿命 对 那这个菩萨早已经成佛和成就的话 已经或者成佛多少次了之后 所以菩萨这个概念 就是真正功德身后的菩萨 他就不再是人类了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他有几种解释 所以他已经是 就是宇宙之中 他的寿命 他的智慧都是叫无量无边的这个状态 这个时候因为他曾经的 发的这个慈悲愿望 要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有一部分菩萨来到了地球上 来帮助我们这些和他有缘分的众生来了 是这样子 这是一种说法 这是其中的一种生命状态 那么第二个状态 先回到人的状态 那么在地球上曾经 比如说释迦摩尼佛时代 有人争取发心发愿 就是我上求觉悟和慈悲大道 上求觉悟和慈悲的大道 觉悟的状态和佛没有差别 慈悲和佛没有差别 内心世界和佛没有差别 这就是上求菩提或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他这样的人的状态就是 我求的佛道的状态与佛没有差别 无论智慧法力神通一切与佛没有差别 但是我还能够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的工作 并且没有节假日 对不对 你像一个比较优秀的城市中的这个消防局和医院 比较好的城市管辖的 就是无论任何的过年也好 节假日也好 如果有急症去医院永远有医生 是吧 你救火的时候你不能说过年了 消防员全部休息 那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重要的部门永远都能上班 那菩萨的状态就是 他永远的不休息的 一时一刻都不休息 他永远的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现在讲的是叫做 以人为本的这样的状态的菩萨 我这样讲你们俩能理解吗 比如让你说你也有上求佛道啊 如果你也有这个愿望 也是可以求得到的对不对 但是你同时也想到说 我求佛道 我是为了让无数无量的众生 得到慈悲的利益 得到慈悲的指导 如果你这样想 你就是菩萨 这就是菩萨 我对菩萨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师父那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的 在中国这个文化中 佛教中 这个观世音菩萨 多数都是以这个女像来呈现 像慈悲的妈妈一样 或者是这样少女啊 各种形象 但是我看到好像在其他的国家 日本呢还是韩国 好像也有长胡子的 就是男像的这样的观音菩萨的形象 对 现在屏幕这个照片就是师父左手边的这一尊菩萨 我们也有网友也有问说 这一位慈祥的菩萨是哪一位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 对 所以请师父解释一下 就是观世音菩萨怎么 有的时候是男像 有的时候是女像 然后但是多数的时候又成女像 这里边有什么道理吗 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 就是菩萨的这个百相之一 就是他就像化身无量一样 但有的人就是说 哎这个女菩萨我比较喜欢 她说教我我乐意听是吧 还要说那不行 我要的是金刚式的这个大菩萨 就像这样子 对 你看像罗汉嘛 是吧 对 其实这也是观世音菩萨 也是手托净平 利益众生啊 对呀 净就是把你的这个大脑 把你的身心灵 清洗干净 回到清净智慧的状态 你就得救了 看到你慈悲的本性 对 这个是叫南向观世音菩萨 对 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 菩萨像为什么都是女像的样子是吗 对 都是我师父 是你在解释你还是问我呢 我问师父为什么是这样 当你问题拖得太长 我不是你在解释还在问我 问 是在问我的 就是这个菩萨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 我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中的 就首先说回佛的那个状态 佛是非常伟大 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在这个2500年 2600年 甚至2000年前的 古印度 古代中国 甚至古代的欧洲 欧洲的历史 好像我们回到了古代一样 我们穿越回去了 所以在古代印度的时候 那四个种族阶级绝对的差别 先是讲四大种族 四大种族和今天的中国社会 乃至美国社会 它不一样啊 今天的当心的这个社会 它这个不是种族问题 今天对吧 今天比如说你不管从哪个国家 比如贫苦国家来的 但是你很能干 很聪明 很奋勇地去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你可能成为很杰出的人 比如成为政治的领袖 军队的高官 成为富商 多了 所以人家也不知道 你那个种姓 种是什么 姓什么 族是什么 不知道 查查历史 很多都是农民出身 对不对 可是今天这一代 你经商了 变富了 或者你很能做事 成为政治家 军事家 艺术家 各种各样的成名的大人物 这是今天这个社会 在这个之前 尤其是回到2000年前的印度社会 它叫种姓 种姓说我这个家族 就是我这样的人种 尤其是靠印度北部的 北部的人种 尤其是他最早 那个婆罗门 还有刹地利 是吧 那个就有这个历史学家研究过 说那个时候 他处在那个地区 他那个地区的人种 就是可能有印度 中东和欧洲 意大利 还有什么罗马 那个叫希腊 等等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大地区当中的一个人种 觉得上次咱们研究过在地图上 历史上那个 那个叫什么大族来着 还记得吗 亚利安 亚利安是吧 有一种说法 就是婆罗门 他最高的那个族 他就叫亚利安人 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 对 亚利安的大种性 这个种性叫种族 这叫种族 他这个种族不是 比如说你是一个 印度最底阶级 对不对 但是你很能做事 很能做事 你这样富有了之后 你会变成他吗 不能 你今天就是变富了 我也瞧不起你 你这个种族 种族 他是以血统 这种 对 那因此我也听说过 现在是几十年前 快一百年了 希特勒那个 是不是 希特勒他认为的 他的种族 和灭的犹太种族 那又不是种族问题吗 对不对 所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这个叫种族 亚利安这个种族 就是古印度当中 最高贵的这个族的时候 他根本就看不上 瞧不起你印度的 尤其是第三类和第四类的 这个阶级种族 这个阶级种族 不是你有钱没钱 是我就瞧不起你这种 这种这个物种 所以他们用什么 用姓氏来分 对吧 比如姓王的 瞧不起你姓马的 我假设 就是这样子 你姓王的多有钱 就是叫我来看 你就根本就是低级的民族 他就是这么认为 这个东西叫历史也改不了 他从传统以来 一直这么认为 所以他那个种族 在印度来说 在北部印度 他人又长得比较高 是吧 比较雄壮 是吧 男的比较帅 女的比较美 这确实有从外形上 也是有一点的区别的 多了我就不敢说了 因为涉及到很多 种族的纷争问题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问题 没人可以超越 非常的严重 可是佛呢 是最早的革命者 是吧 众生平等 没有种族 你们认为有种族 我认为没有种族 佛说 众生既有佛性 不是今天 你的长得外表什么样子 你这黑呀白呀 个子高矮呀 他不分这个 就像我们中国的 那个六祖慧能 也跟吴祖说 吴祖见他 因为慧能是广东人嘛 广东人比较瘦小一点 所以中国内地人 在古代那个时期的时候 就把他这样的 广东人口音又不太通嘛 语言不太通 长得像个猴子一样的 瘦瘦的 叫葛辽 葛辽就是大猴子 所以吴祖给他开玩笑 说你是哪里的 我是广东的 哦 也属于猴子一类的 猴子一类学佛呀 所以六祖慧能咋回答呢 人分南北方 佛性无南北 你看看 把吴祖说的 咣当就顶了一下子 吴祖顶了一下说 这猴子不错 但是为了保护他 说哼 都是瞎扯 这种低级的猴类 去到厨房捣米去 那个时候没有末 就是我们种了那个水稻 今天吃的大米 它外头有一层皮 要把它剥掉 剥掉的方法呢 就是一个大石头的 一个像水缸一样 一个东西 拿着大木头往里砸 就把那个皮冲散了之后 之后把那个皮呢 风吹掉 留下来米来吃 然后去捣这个米 捣谷米 对 所以你看 这个是什么年代了呢 这是中国唐代时期 现在一千年正好 那在佛陀时期呢 是两千五百多年前 你看 印度的四大种族 到现在都没有 真正解决了 对不对 当年还英年芒果 英年芒果也不是讲究什么 就是人权啊 什么什么问题 也不行 是吧 到现在其实也没解决了 对 所以佛陀是最早的 人权的捍卫者和倡导者 众生平等 我不管你哪里人 复射什么个子 长什么样 什么样语言 还是穷一副 没关系 众生是一样的 你看 多么伟大 那么第二个 他说这个众生平等 读中 我再描述一下 就是众生平等 阶级平等 还有男女平等 也叫性别平等 他还发现了一个 智慧平等 所以前头咱们讲佛陀的故事 你看 他说的是 达官贵人比较多吧 但是连那个什么呢 逃粪的 剃头的 修头发的 修脚的 对 什么织布的 农民都收 一样的 他教弟子的时候 是公平的 那在 那个时候 那个 种族的概念 那么强烈 是最强烈的时期 一般人怎么受得了 但是佛陀的伟大呢 还有一个 在古印度的时候 比如说在古印度 我们中国人呢 当干体力活和战争这个年代 男的就不要突出嘛 那女人一结婚 一长大 是吧 一长大成为成年人就得结婚了 一接人弄一群孩子 你怎么去出去打仗啊 不可能吧 所以就在家里养孩子 那这个男人呢 也要么出去种地 做工作 要么去打仗 他觉得男人才是进行 控制世界的主人 所以就将女性的贬任比较低 这个菩萨的概念 就突破了这一点 在最早期佛陀讲法时期 在我们前面讲的 佛陀的历史故事当中 请大家也记住 在那个时候 女众出家 还要去恭敬礼拜 男性的修行人 恭敬男的 现在 今天在韩国 还都有这个问题 佛教的女出家众 见了男出家众 要恭敬 甚至礼拜 要这样 所以他这种 佛教的这个 所持的这些纪律呢 是早期晚期的都有 混合了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所以佛陀在 现在在这部经典中 讲的已经很清楚 是吧 刚才讲佛性无南北差别 对不对 那佛性有男女差别吗 没有 除了干体力来说 女的稍微弱一点 因为女的经历 在集中的养孩子 一要生还要养 这些付出局 非常大的一个经历 和耐力 还有慈悲 所以 在后期的佛教 所以当菩萨 和女性菩萨 这个状态出现之后 这代表着佛陀在人间 这个思想的成熟和完美 开始产生了 他发现 原来智慧没有性别 不分男女 你要觉悟 发现女人听这个 听法的时候 觉悟得更快 领悟得更快 因为女人比较敏感 男性都集中在干活上 拼杀上 打仗上 装地上 是吧 所以觉悟 觉悟和智慧 根本与性别没有关系 今天聪明人做事当中 越是越往后 女人的成功比例就越来越高 女企业家 咱们中国在说 女企业家多少 那你查查 1949年之前 有几个女企业家 全中国数不出100个来 在今天呢 一个城市的话 女企业家多少 一条街就超过100个 女企业家 对不对 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还有很多 现在是女主内男 女主外男主内的 你在中国已经有很多这样 是吧 就家庭富男 有不少这样 你在古代是不可能 所以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开始改了 是吧 因为也不生那么多孩子了 所以女人的这个时间 都解放出来了 就可以 如果有能力 可以做事业 对 并且很成功啊 这个成功的女性 我们就不举例子了 那太多太多了 数不完啊 是吧 你看现在这女皇 女总统多少啊 女皇在位多久时间了 也没人换她 对不对 那这不是女的吗 是吧 听说她小孙女更像她 真是 就像她的一个缩小板一样 对 那所以这个智慧没有性别的分别 还有一个 就是在觉悟的世界之中 竟然在精神世界之中哈 与性别没有关系 还有觉悟与出家和在家没有关系 对 对 是不是感觉就是观察到吗 观音菩萨还有很多大菩萨哈 嗯 他不是出家相 没错 对吧 他是在家相 还很美欸 在早期的就是叫南传佛教的时候哈 对 你看就是你 你看你的修行最高是什么呢 俄罗汉 啊 如果你做功德布施呢 基伏德做布施 你挣的是什么道理天啊 他画他天等等的 是吧 他不一样啊 对吧 那还有一个好像成就和修行的一定是 剃度成僧人的才能开悟 对不对 所以早期佛像呢 就是一佛二侍者 这两个侍者呢 是两个男弟子 一个是阿难 一个是迦瑟 就是一老一少 两个男弟子在那里 那么在大乘也叫后期佛教的时候 就是一佛二菩萨这个概念 当然一佛二菩萨这个概念 这个这样的一种组合的形象 这个是来自于 佛说阿弥陀经当中的 这样一个形象的组合 但是也代表着 这个佛陀在人间 这个修法修道之后的 一种最新的觉悟和成就 他发现 你看你这个一佛二菩萨 请问这菩萨有没有剃光头? 没有 那他是在家中还是出家中啊? 因为出家中有一个表现 就是剃头 是吧? 他没有 对 所以觉悟 既不分性别 也不分在家出家 对吧? 在社会慧能 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 他出文金刚经 便开始有最初的觉悟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就是一个普通在家众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普通大众 并且还没有读过书 那就开悟呀 这和你剃头有关系吗? 没有 所以你看这一切的这个改变 都是佛陀 释迦摩尼佛在人间 进行耕耘 教化过程之中 总结到的这个规律与经验 所以早期的时候 那样的一种教化制度 招生制度 招生你正式学一定要剃度 所以到后期他发现 很多男众没做好的女众做好 别人做好的 他都没有怎么修 他就很好的 这是什么差别呢? 很简单的 佛陀一看说 这个人前世修了七八百节了 就是多少亿年了 八百亿年过去了 所以他修成了 今世才这么美好 今天你不用出家修 你已经很圆满的 所以很多今世来修的人呢 说今世来剃度了 持戒的时候不持戒 禅修的时候不精进 是吧? 要普度的时候没空没时间 甚至没心情 对吧? 那有的人呢 佛说了他就去做了 他所领悟的佛法 佛还没有说 他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叫什么呢? 前世修得好啊 慧根比较深啊 对 所以呢 佛讲的这个法 他就会举一反三 他就升华了 就理解了佛陀的教制 对就是这样 还有呢 这个菩萨的女性形象 所以菩萨女性形象 很少是一个年轻少女的形象 当然在中国今天有很多人 在寺院雕塑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知道 过去那个佛像 那个菩萨像雕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认识一位塑像师啊 在汉地塑佛像的 他照着谁叼呢? 照着他太太 他年轻太太的时候 什么身材又好 像个小少女嘛 完了叼 所以我就叼了之后 哎呀我觉得 我心里话觉得艺术感可以 但是没有菩萨的那样的慈悲 定力 宽容 智慧 法律无边 那种感觉没有 就是根本就是一个 活泼的青春少女 就是这样子的 她没有那个神圣庄严感 她不理解嘛 因为她也不信呢 反正塑像就是为了挣钱嘛 所以就不懂 当然我是也度她 我也教她 后来她懂了一些 再塑的时候 感觉就会提升了很多 好 那为什么说少女和中年女士不一样呢? 中年女士如果是一位母亲 才懂得怎样疼爱自己的孩子 对孩子的呵护与教化 还有一个 一位母亲的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而神圣的使命 所以女性尤其是叫中年女士的 这样的菩萨像 就象征着伟大慈悲的母亲 所以做成女菩萨像的样子 就代表着母亲 对 慈悲的母亲这个形象 所以请大家记住 因为你是母亲 所以你看你有了多少 从这种母亲的母爱 对不对? 你说你能分解出多少种能力吧? 包容 吃苦 甚至以苦为乐 很多孩子 很多网友 比较开明的网友 就懂得了说 妈妈有很多不 说我不爱吃 尤其是说贫穷的时候 你们家做鸡蛋啊 煮个肉啊 妈妈不爱吃 全给孩子吃 妈妈都不爱吃 都是给了你们的 都是给我们做儿女的 是吗? 一要好吃的妈妈是不爱吃 其实不是不爱吃 对不对? 但是舍不得吃啊 钱不够 剩下这点好吃的 全六个孩子 是吧? 有了叫做绝对的耐力 承受力 吃苦耐劳的能力 对你的呵护力 甚至因为母亲 母亲这个孩子 越小的时候 母亲越勇猛 虎妈虎妈的概念 不是打孩子 而是在于 对孩子的呵护的勇猛力 因为她是个小少女的时候 见什么都怕 因为她生个孩子 孩子小的时候 她见谁都不怕 她勇敢的战胜 像母老虎一样 她为了保护孩子呀 所以请大家记住 这个正在抱着的孩子 抱孩子的父女 你惹不得 她比老虎还厉害 因为这就是母爱 而产生一种力量 对 所以这个母亲 一有孩子 就是最勇敢了 因为有了孩子 你有无边的胆量 无边的法力 是吧? 关于菩萨千手千眼 那就是慈母的这个表现 因为为了养孩子 所以我要什么都会干 对不对? 那所以才能做这个慈母 才能把孩子养大 是不是? 你除了生养她 说你会不会做饭 没有一个妈不会做饭的 那最后我们都形成了 将来你有点年龄的时候 你说我最爱吃我妈妈做的饭 就是你小时候吃的第一口饭 都是妈妈给做的 都给你的最爱吃妈妈做的饭 对不对? 那你在生我们之前 很多妈妈根本就 就浇灌了公主 什么都不会做 等生了我们之后 她什么都会做 都是给逼出来的 对 所以母亲的这个 这个伟大的爱 使母亲的能力 胆识 智慧 宽容 博大的心胸 这是无比的承受力 所以你遇上乖的孩子 她非常疼爱 遇上不乖的呢 绝不放弃更牵挂 家里遇上个挑皮捣蛋的 一个兄弟姐妹的时候 你看你妈多牵挂 是吧 而且是你这个做儿子 哪怕儿子头发都白了 成老头 只要妈妈在 就成天打电话 我看你怎么样 你回家了没有啊 早晨多带点衣服 带点干粮带点吃的 你看整天就是 把你当孩子来祝福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母亲的这种 慈悲的爱 所以让母亲无所不能 所以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们伟大母亲的 形象化身 就是一位慈悲的母亲 是众生的母亲 太好了 感恩 感恩师父 好 无礼 师父 那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观世音菩萨 在救度众生的时候 他挑不挑人呢 就比方说 刚才师父在解释 普门品的时候 有讲到 有众生出海去寻宝啊 或者我们就说 去旅游啊 或者渡船啊 或者去打鱼啊 之类的 假设也是在同一个海上 有一个渔船 是渔民要出海打鱼 比如说 那大风来的时候 又来一船 强盗 海盗 他们又要去 抢那个渔民的 丰收的那个鱼 或者是要抢那些渔民的 获利品的时候 或者是就抢他们的 精英彩跑的时候 同时在海上遇到了 大风浪 海风 哎呀 两船的人 都在瑟瑟发抖 就是感觉自己会 前途未卜 可能会凶多吉少的时候 那很多渔民他们会 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会齐请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啊 赶紧念 赶紧念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那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海盗船上的强盗 海盗也在那念 比方说 哎呀 那个时候 大风大浪来的时候 吓坏了 这个时候 他自己保命觉得 最重要的时候 也不知道哪个强盗 灵机一动 也开始口中念念有词 菩萨保佑 观世音 也开始呼唤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这个时候 观世音菩萨 两船人 一船是很好的老百姓 一船人 无恶不足的大坏蛋 观世音菩萨都会去救吗 会的 我在 我们都是在讲这个部分 没有明确记载 但是强盗回忆录 你查查这本书 对 他能写回忆录 就说明被救了 这个 其实很简单的解释 菩萨是众生的母亲 可是 那船百姓也是他的孩子 可是做强盗的也是他的大儿子 他救不救呢 如果你是他妈 你这个孩子 你没觉得他是强盗 你说这孩子走歪了 我都要修理他 误入歧途 对 你能不救他吗 救回来 打一顿 救回来 再教化 对 所以母亲肯定都是用这个动作 你不用说儿子焉死算了 那一般舍不得 对不对 为啥舍不得呢 这叫爱 他的慈悲的爱 所以都是同样救 那么还有一个关节点 所以尤其是你刚才讲到说菩萨 这时候看到大风来了 肯定一会儿叫葬身大海 没有人可以救了 旁边也没有什么救生船 就是两条小木船 一条木船就是强盗船 一条船就是百姓船 对不对 谁都活不了 对不对 他想求人的时候 求个人力量不可能 你对抗那个十二级台风 没人可以看得了 必死无疑 所以这个时候他心念发传是 求菩萨啊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现在在默念这段咒语 在和菩萨相互呼唤 是不是 我在呼唤菩萨来救我 菩萨就要救他 因为他发出了求救的讯息 菩萨不分别 你是强盗 你是百姓 你是愚民 不管这些 或者正好是打仗的 什么士兵 不管先救你再说 那我们从在修行上来说 我想到有一个切入点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念我的名号的时候 至少你心中的 对于慈悲的 对于慈悲的像母亲一般的 这个菩萨和神灵的呼唤 如果有这个心 所以这个人还是可以改变和教化的 对 对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 因为不懂得善恶 不懂善恶才作恶 对不对 当你的生命微观的时候 菩萨救了你 那菩萨说 接下来 我要求你 每天 念三个小时 观世音菩萨名号 你做不做 肯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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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命状态的缘分 如果你是厕所一个区 怎么说 你也听不懂 你也没法念 对不对 所以你能具备能够修行 和听得懂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为人的时候 才最容易听得懂 你这样不可能成为天神 你要具备听得懂 和修法的状态 你就容易被教化 所以菩萨就去救他 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是这样 感恩师傅 那我又有问题了 还有问题 来吧 就是我们都讲 就是说 反正自己想求的事情 就去求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也有这个愿望 就说 会给到你很好的这个结果 但是我认识一个咱们的师姐 她就跟我讲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 结婚了以后就很想生孩子 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生 然后但是她一直就是念 观世音菩萨生号 真的很诚心的求 这话说就都十多年 二十年就过来了 现在也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 也没法再生了 对 但是她就是老公啊 她先生也很疼爱她 两个人过得也挺好 但是她也跟我说说 杰真师姐你看 我怎么就求观世音菩萨 想求个孩子就没有求到呢 这是一个 还有我接触到一个 我记得一个美国那个禅堂的一对 那个师兄师姐夫妻两个人 她移民到美国嘛 开始都很高兴 然后也有美国梦 就是希望呢 有一天呢 能住到这个大豪宅里边 还大游泳池的 那两个孩子一条狗 就是过上这样的那种 幸福的生活 那两个人呢 也有稳定的工作 对 就是但是就是一直就是 供不起这样的豪宅的 这样的房子 他们的收入呢 仅能让他们去 疆疆疤疤的住一个 稍微偏远一点的公寓楼 三十一厅 也有两个孩子 也都挺好 但是就是二十年了 也没有实现这个大房子 大豪宅游泳池的 这样的一种梦想 然后就是以前在禅堂的时候 也是问我说 那觉神师姐 我怎么觉得 我求菩萨 菩萨一直没有给我满愿呢 我就想要个大豪宅 师父能给指导一下 我觉得呢 尤其是他长期的送念 那菩萨名号 那菩萨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但是我想 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心 就给我们的 就是最好的 这个最好是此时我们 正在感受的 或者正在享受的 就是最好的 对 当一个人哈 那个 因为你的苦 因为佛法的存在 佛菩萨的存在 也只有一个目的 让众生离苦 记住这个离苦的概念 对 如果今天 你说美国的这位朋友 如果说他的能力 他对社会的贡献 或者说他对那家公司的贡献 是吧 明明是比较普通的 你的工资 我想老板们给你工资的话 都是因为你的创造力和能力 才给你这么多工资 对不对 比如给你十万的是一个等级 这就是这个公司经理级 对不对 你带着整个公司 就创造无限的利益 你的智慧决定了公司的生死 决定了公司的员工还有没有饭吃 那你一年的话 挣两三万块钱的呢 那你的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员工 就是比较员工级的 那你的贡献和经理能比吗 所以你盲目的去羡慕 人家美国人那个 能够创造的律师啊 和经理啊 高级医生啊 这些收入和这种生活的 这种富有的状态的话 那从社会贡献来说 还是差距太远 因为你念念佛菩萨名号 就让你住进那个豪宅 我也想你也无法 无福消受 对 所以你能够消受得起 也就是能承受得了 这种福气的话 你要具备那个承受福气的 那个功德呀 如果不具备 就可能是负面的东西 甚至是灾难 这两口子去打拼 虽然是没有住上大豪宅 但是在美国应该是 算是中产阶级也不错了 连美国的老外都是这么生活的 反而是挺好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的家庭破裂 不都是因为 很 我是不是绝对的哈 有相当一部分 都是因为钱太多了造成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那些 辛辛苦苦 每天的好好工作的夫妻 他们的经济上 并不是很宽裕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敢休息一个月 但是正是这样的 这种生活工作的状态 那这就是幸福 对不对 那你想的你们的幸福 最早的时候 你在观想你的幸福 难道是一个大房子吗 对不对 还有 那你知道住在大房子的人 是真觉得幸福吗 在很多更加贫穷的国家的人 说如果在美国来 我就睡到公园里也行啊 我随便搭个塑料部帐篷也可以啊 我也觉得是幸福 对不对 但你到了美国之后呢 你要求不就升华了吗 所以曾经有一位 我认识的父亲 到了美国看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租的房子 和别人还共用洗手间 这样的房租呢 就在洛杉矶地区 可能到六百到八百之间 这是房租的价钱 如果自己 在独立的睡房 独立的厅 在独立的厨房 和独立的厕所的话 那可能就到了一千块钱美金 所以他父亲呢 犯了糊涂 说这个女儿你看看 爸爸来都没有个独立的房间 你到美国十年了 你怎么混的 怎么连个大号子都没混上 所以他女儿告诉我 我说你告诉他爸爸 你爸爸还活了一辈子 不是在中国 我不是也没买上个大号子呀 不就是给自己买了一双大号球鞋而已 是不是 你在做梦呢 你不是吃人说梦啊 对不对 他这样愚昧的说法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那朋友念的佛 佛没给他个大号子 我觉得就是最美好的 他正在最美好的状态 其实我们很多人活在幸福之中 但是不知足呀 是吧 因为你的痛苦就来自于说 你看那几个富人多富 我也没看见他们干什么活 怎么就那么富呢 越想他的富有 自己心里头越痛苦 越麻烦 对不对 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富有的 富有和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啊 所以我们华人有句话叫知足者常乐呀 你已经很好了 是吧 所以我们很多小朋友说 你在加拿大美国生活 你幸福吗 哎呀 烦死了 为这个烦为那个烦 反正烦的是人说出一大箩筐来 行啊 让你到 我不说国家了 一说国家名字 大家会有点痛苦 对一些我们亚洲相对比较贫穷的观点 你们搜一下 贫穷的国家 是美国人收入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你到那生活一年 不用一年 你在那生活一个月 你回来躺在你们家的院子里头 你觉得都很幸福 就是这样 因为你连厕所都找不着 就是这样 你都觉得在那怎么活着 真一到那个环境里去 你就知道了 真的是非常的艰苦 可是你在一个美好的地方 你知足了吗 没有知足 所以那你就是痛苦 所以这个 在神佛面前 在菩萨面前 菩萨给你的 就是至少目前 对你是最好的 所以你要知足感恩 你不要说 怎么菩萨不给我大号塞 菩萨凭什么送一个大号塞 菩萨主要是救危难 记住 是呢 屋里又有问题了 不是问题 是否是就是我们东方是这么讲 其实在西方世界也是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那个寓言故事 就是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就讲的特别的形象 你讲一讲 对对对 我还记得好小的时候 有点有点印象不深刻了 就是一个渔夫跟他的老太婆 两个人就是其实很苦 坐在这种破草棚吧里面 然后家里啥都没有家具 只有一个破木盆子 然后渔夫呢出海打鱼 第一网捞上来啥都没有 又下一网捞上来一些海草杂物 哎呀他又放回去了 第三网捞上传说 只有一条金鱼 然后他就忽然那个金鱼就会说话了 当然它是一个神话故事嘛 他就说哎呀求求你老爷爷 你把我放回去吧 你还是让我回归大海吧 这老先生就还很有侧影之心哦 也是觉得呦 这条金鱼还开口说话了 可不一般呐 它可不是一条鱼啊 兴许也是什么海里的一个小神仙 然后他真的就把它放回到海里去了 那这一条金鱼也很很懂事 然后他在游走之前 他还回头望着老爷爷说 您要是有任何的需求 你只要呼喊我 我就一定会来帮助你实现 我会报答你的啊 然后这个金鱼然后再扭回头 就游入深海之中了 这老头惊了半天 回到家跟老太婆说 哎呀老太婆老婆 跟你讲哦今天哦 真的是遇到神呢耶 就把这刚才那个故事 跟他讲了一遍 这个金鱼怎么栩栩如生的 跟他讲讲人话 我没想到这个这个家里的太太老太婆大怒哦 他不是说哎呦遇到了神仙 我也很开心哦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说哎呀那他这么神 你赶紧的去找他呀 你看我这个脚底下这个木盆 已经这么破烂不堪都不好用 洗个洗个衣服都沉不了水 赶紧赶紧的老头子 别愣着去找那个金鱼 给我换一个新木盆吧 好那老老头子平时就是受老太太欺负惯了 就言听计从的就跑到大海边说 金鱼啊那我家老婆 哎金鱼金鱼 你你快出现吧我我有事找你了 哎果真那个金鱼就现身了 跟他说老爷爷你有啥事啊 然后他说我们家老太婆要一个新木盆 他说那行啊明不用发愁 你回去吧已经有了 等他回去一看真的有了个新木盆了 那想老太婆该高兴了吧 高兴还没过一顿饭 老奶奶突然想着说 你还发什么愣啊 你看看我们家这草盆子 天天漏雨漏水的 你去啊我要一个木头房子 像样一点的 那老爷子又回到海边说 金鱼金鱼鱼娘娘你赶紧现身吧 老太婆又有新的需要了 然后这回要什么呀老爷爷 他说我家老太婆要个新房子呢 好金鱼也说行没问题 你快回去吧 你们已经有新房子了 一看真的哦是个漂亮亮亮的木头房子 还有烟囱有窗户 里头就家具什么都有了可开心了 想着这老太婆该满意了吧 哎呦没想到真的是 厉害的老婆婆后来又提出来 木房子不行了 他要大宫殿要做贵妇 然后老爷爷又被去被迫向那个金鱼要 要给他换一个大贵妇房大豪宅 就刚才也是说的要住大豪宅 住上了又不行要换大宫殿 要做什么要做女皇哦 然后看到什么看到就好多大臣都在伺候他 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老奶奶眼里已经没有渔夫老渔民了 都不把他当自己的老伴了 都觉得是一个什么仆人了 谁呀赶他走 就是就是他在那喝美酒穿貂皮 然后把那个老渔民就给赶走了 说你去你没没啥用 你再去找那个那个金鱼 你说我现在觉得让大臣来伺候我 我都觉得已经不满足了 你你赶紧去我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我要让那条成了仙的金鱼来伺候我才行 老爷爷越想越忐忑 他已经觉得不好意思再跟金鱼开口了 可是如果他不去求的话老太婆都会杀了他 他只好再到海边去求 哎呀金鱼小贤呐 你快来吧我们家的老太婆发疯了呀 他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还让你去伺候他 我是觉得这样很不好 可他是已经是女皇了 我要不老命不保啊 对不起了求你了 这个时候金鱼就是听了以后一句话都没说 之前虽然有点不高兴 这个时候海上已经起风浪了 但是金鱼也是还是 之前还是实现了老太婆的愿望 又给他大豪宅 又给他打宫殿 但是一直提到要做海上女霸王的这个愿望的时候 那个小金鱼小神仙 真的一句话就不说 就一扭头游入了大海深处 这个时候就是只看到海上 就是大风大浪的这样子 老爷爷求了半天等了半天 也不知道啥 他还以为可能是不是又有奇迹出现 他就回回回 想去找 原来那个灯火辉煌的大宫殿怎么不见了呀 回家一看 哎呦 又是那个大草棚子 还是那个老太婆 门口 哎 就是还是那个破旧的木盆子 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哪 真的是 又是恢复去 就是那个穷酸样子了 哎 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读的这个预言故事 对 就太太太显著了 就讲的就是贪心不足啊 你的这个欲望就是要了还要还要还要 越来越贪婪 真的是贪心不足 就是最后还是什么 自己得不配味 就是不配享用任何的这种这个富贵 这老太婆没遇上我啊 遇上我经常让你三思 三思而后行 是不是啊 你使个大木盆子就不错了 至少有老伴呢 他多少人老了没老伴啊 嗯 对不对 你一个露鼠的木盆还有盆呢 你很多老太太根本就没个盆了 嗯 对吧 所以你像哪里比 你像富贵高贵的比 这永远都满足不了 对 这越比越痛苦 你像跟你贫穷的人比吧 就好像你不上进 但是你很幸福 对不对 看似不上进 实际很幸福 所以你看往哪里比 啊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这个痛苦到底有没有实质性呢 没有 连拔牙本身都不具备实质性 都是一个错觉而已 是吧 都是人心所造呀 嗯 你这个你这个故事特别精彩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听 语文课本里就写着这个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这样 可是我们长大的国家中 还不是贪心越足啊 越来越大 贪心不足这样 对呀 你看我们多少这个青年网友哈 青年中青年网友 是吧 有些青年人就是说还在妄想 说我过几年我一定要买个大房子 我买个贵的汽车 我要再有了之后说 那老太婆没提到的说 我要带贵的珠宝 啊 我要提贵的包包 是吧 你看这个都是现代人追的 对吧 你倒退倒退七八十年前的时候 很多人把自己的好牙拔了 说我要像一个金牙 一笑的时候就露着那个金的 所以有很多那个时候 大家照相特别爱笑 都露着自己的金牙 就是这样 真是 从拔了那颗牙 香了金牙之后 满口牙都给松动了 是吧 结果最后跟你换金牙的人 特别赚 从拔了一颗牙之后 三十六岁开始换牙 一换就两颗两颗两颗 为啥换两颗呢 说右边牙痛是吧 结果拔左边 说哎呦对不起拔错了 再把右边给拔了 左边右边都给拔了 哎呦一次就两颗两颗两颗 说这也好 这挺吉利的 是不是啊 这叫出双入对 哈哈哈哈 哎呀真是 真人心不足蛇吞象 嗯 对 对这话说有个小偷 哎太心观音菩萨 这是一个传说 这小偷呢 这还挺虔诚 但是职业只是小偷而已 他每次偷了东西 一个偷之前的时候 哎呀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他在哎 一般念的佛 哎 就是别让人给抓住了 哎 我要偷钱 哎 结果很顺利 偷到手了 偷到手之后很开心 啊 偶尔 到庙里去 到庙里去 在香炉上 放那么三炷香 成本非常低 是吧 还有很多时候去烧香 自己都没有套一分钱来 就在庙里拿着香 你点上去就行了 你看多省事啊 那求菩萨有显灵 是吧 结果有一次也不幸 他觉得哎这次还没烧香呢 就一头东西给抓住了 就警察抓了 他想起来关于菩萨普门品啊 他背了一遍之后说 其中有一个 是吧 给上上枷锁之后 枷锁立刻脱落 他敢上念 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来救护救难的啊 弟子现在已经被一个坏警察给抓住了 你看欺负好小偷啊 你看我可是好人对不对 我只偷一些坏人的钱 是吧 我说我是好人 是吧 虽然是名为小偷 实际上只是只是名相而已 我就是一个好小偷 把我给放了 哎 结果一会儿警察进来说 嗯 无罪释放 下次注意点 释放了 哇太灵验了 太灵验了 下次 手就更好 在家里先练练水煮鸡蛋 加钱包 加东西 好 等练好功夫之后一偷 哇 又偷了半年 结果还被一个厉害的警察 一下又给他抓住了 下偷 卡卡卡 手铐一靠 走 去警察局 一转下去 关起来 一看说 哎呀他也害怕 那战战战战战感上念 大慈大悲 这个这个 南无观世音菩萨 弟子又落难了 又叫一个坏警察给抓住了 快救救我吧 你不救一个善良的人怎么行呢 你怎么是观世音菩萨呢 念了半天了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 太急了一身汗 哎 来了一个老警察 警察局局长 说 无罪释放 下次注意点 手脚麻利点 哎 把他放了 哎呀太灵验了 哎 接下来一次 就是六年期间 被抓了六次关进警察局 啊 他还不死心 就这次要再念 前头都灵验了 所以再进来之后 警察局都说 怎么讨厌呢 怎么你每年都抓你进来啊 啊 所以你有死就死不改悔呢 警察就是说 你个贼罐偷嘛 但是警察特别讨厌 啊 这次抓住你不放了 啊 看你的嘟囔 念什么都没用 就不放你 就裹针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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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念鼻子出血 可是 还是没人放他 怕你六年 天天干苦活去 啊 结果 有一天晚上做梦 在梦中他是 菩萨来救我啊 一看 在梦中菩萨显向了之后 哎 菩萨快来救我啊 弟子快在这累死了啊 你让一个好人小头 给抓进来之后 是不是啊 这是不公平啊 菩萨你一定得救我啊 是吧 我给你上高香啊 菩萨说 我旅教不改 当下地狱 当下地狱 他一听 啊 喊了一声就醒了 第二天醒了之后 第二天醒了之后 又进来一个警察 又进来一个警察 拿这个图在队 就是你 杀人犯 结果有一个画像 捉一个杀人犯 说这个小偷那个像 正是那个杀人犯的像 拉着去砍了 这小偷就回老家了 临死之前 哎呀菩萨为什么不保佑我呀 我天天念你呀 我是新城的弟子呀 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对 所以给你的就是最好的 但是你也需要自觉呀 对不对 自觉才少犯错啊 不自觉就一直是 叫沾佛的光 沾菩萨的光 而不懂得回心转意 是不是 不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 那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佛菩萨给你的好 你要懂得珍惜 要懂得悔过 懂得知足感 知足感 不要去去学和参与那个歪道的东西 这可能你学的不够 所以的话 你念了一层菩萨名号之后 之后你有没有去读 这些经典 教你怎么做人 你不能利用菩萨的慈悲呀 而满足你的歪道啊 是不是 我其实亲眼见过 就是有贼 或者有骗子 年轻的小贼 小骗子 就跑到那个寺院里头 求菩萨保佑啊 千万别让警察抓住我呀 就是这样 我亲眼见 对 那佛菩萨什么人都保佑 也保佑 但是希望你要能够 是吧 迷途知返 痛改前非 悬崖勒马 才能是回头是岸 希望大家 做坏职业的 做坏事的 从此呢 紧闷洗手 好玩啊 感恩师父这一番教导 对 所以就是 正心正念的 不做坏事 这个改邪归正 这是菩萨最需要的 另外就是说 还可以的 一般人的话 其实经常他认不出 菩萨已经给了的 好的东西 其实就是像那个 夫妻两个人 他要的是幸福的生活 但他以为是一个豪宅而已 不是这样的 还有那个 那个师姐也是 他就想要一个孩子 但其实 就是为了一个 幸福平安的生活嘛 他这一生都是这么的好 其实已经是给他了 对 反而是给了他 最属于他的东西 对 但是他不觉得呀 他觉得这个 神佛给的这个好 是突然间天上掉下一个大元宝来 就让他感觉超级惊喜 师父 那我的理解是 就是求菩萨 菩萨给你的 反而是你守得住的这些 对吧 你要的太多 就像那老太婆一样 是他守不住的 得不配位的 给了你 反而是 就是你拿到 得到的这些 多余的 都是灾祸 可能 就是求佛菩萨的人呢 求佛菩萨的这个人的职业是各种各样的 对吧 上至帝王 达官贵人 下到云云的普通 种地种菜 甚至正在流浪的众生 都有 对 那你的幸福感 你的所追求的 让菩萨来帮忙追求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 佛菩萨听到了会帮你 但是佛菩萨一看说 目前就是最佳状态 所以不能帮了 所以我不能话说天族呀 对吧 我不能话说天族呀 对吧 所以你想害一个人 真正从大哲学家角度来说 从历史上都有这种事 你想害一个人 你就给一个农民 给一个超级豪宅 和一辆特别贵重的德国豪车 你看看这个人 不出三年 他就是家破人亡请假荡产 就是这样 对吧 但是你想帮一个人 有的时候反而让他吃点危难的东西 就是这样 对 所以在这个我小时候 有一次 我和我妈都感冒了 我小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那个体质太烂 三天两头就处在各种病 但只是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老年病 糖尿病 什么癌症 心脏病 那倒没有 三天两头病嘛 那天我和我妈都感冒 发高烧 我妈呢 不知道在哪弄的钱 弄的药回来 我们俩一人一碗糖 结果给我喝的 就是又黑又苦的 我都还不懂事 我一看我妈那个碗里头 那个颜色是偏淡的 我一尝还得甜味 我说我喝这个 我妈说不行 你要喝这个苦的 我又得要喝甜的 说甜的治不了你的病啊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苦的给我喝了 当然我也听话 蒸了半天 蒸不过它 那我把它喝了吧 很快好了 第二天我妈还在烧 我好了 现在想 哎呀真是慈母心啊 对 所以今天慈母一样 佛菩萨一样 他有的时候 甚至给你的为了你好 为了你长久的更好 有时候先让你吃些苦 对 我觉得反而也是个好 对不对 这是才真正的慈悲和爱 才让你给你苦吃 是吧 包括我们让历练的 今天 哎说我 甚至是有一个 父母亲当中 有一个人早去世了 那对这个孩子的成长 第一个是打击 第二个就是造化 这个我们的小时候 在青海有一个人家 这个他父亲 他父亲 就是工作中啊 这个腿受伤了 一走路一瘸一瘸的 嗯 他那个孩子 就他父亲的好 我们都很熟悉 住得离得很近 就是他父亲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公司里的那种业务员 收入比较高 人脉比较广 反而有点什么事儿 哎他父亲也能解决 所以这个孩子 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比较好的 就是这样 公司里跑业务的 就是那种外快比较多吧 所以家庭生活状况就好 哎有一次就是 他父亲发生 可能是一个交通事故 一条腿受伤了 而比起终生治不好的 一走路一拐一拐的 哦 这个小男孩啊 他这个儿子啊 一下就痛不欲伤了 可是深受打击了 打击到其实是觉得 好像有看透人生的感觉 但是从那之后 那个时候啊 他父亲好的时候 他的学义成绩和我一样 全班都属于 我们俩就是数一数二 加起来就是 是到的数一数二 到第一到第二 我们两个 反正不是你第一 就是我第一 可是他父亲受伤 一个月以后 这个孩子成绩 很快就提升了一倍 在到第一中 找不着他了 是中等了 那么到一个学期下来之后 全班前十名 非常好 全班五十多个人呢 他的成绩一下就上来 从此之后 他的成绩 没有落入第十名过 全人在上头 过去嘻嘻哈哈达达达 没有了 成熟了 一下就做事特别严肃 你没事 他就怕他写作业 一下了课之后 呲 背着书 Pope 就飞了回家去 去替父亲干活 他父亲行动不方便 跑不了业务 家里一下就穷下来了 他也去拾那些废品 纸盒子 木板子 去卖 卖钱 这一下特别懂事 后来考上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学校 我不是大学还是大专 就是高考上去了 就我们那个学校教育率水平很低的 他考的算是很不错的 你看 所以他就是因祸得福 所以有时候给你一个最好的 最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可能是不太好的 对像我这个同学家 那有人问他家有菩萨吗 有啊 他奶奶传来的白色的白衣观音大师 他们家医治供着 你想他病了之后 他爸爸他妈他自己没事就求菩萨求菩萨 过年过节的时候包个水饺弄个菜 先供供佛菩萨在那里 这个孩子也确实曾经跟我讲过 搞半天 说我奶奶弄个菩萨像来 这成天你看 我父亲没有得到保佑 还给把腿给弄拐了 去你这干嘛 那有一天我都想砸了他 拿砖头砸了他 就叫他奶奶发现 就是没给砸 所以你要知道你把菩萨像砸了 你先砸死我 否则你就是不孝顺的孩子 所以他之后就不敢砸了 看他妈经常供 他也跟着他去拜一拜 到他高考上去之后 他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哦 原来我是得到护佑的 要不然的话可能是不行的 对 因为这个孩子也是过去当中 就是我不是认识命相师吗 我就介绍给他 我给这个 我这小朋友算一算 小朋友 不是命相师 算一下之后 这不行 废物 就跟我说了 当然给那小朋友 呼噜让他高兴 赚他两个挂姿 就是说他还不错了 将来能能能能能 做一个很很优秀的工人 那已经大家听得很开心 等扭头 这个命相师是我的朋友 就说这孩子废物 将来完了 这长大也当流氓 反正不是叫人打死 就给枪毙 反正就是落至结果 可是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呢 后年龄差不多 是吧 非常棒 你看他 这个改变 说不定就是菩萨帮了他 说不定 因为在神佛的世界 我们是不可估量的 你看他遇到这样的 看似祸事 你看 但是这个也让他付出了代价 让一个能干的爸爸 突然间没了业务 不能跑腿了 因为你腿坏了 可是呢 给这个孩子呢 带了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 一个光明的人生旅途啊 这孩子很棒啊 很精进 那时候我在出国前 他已经混到了 他那个 那时候是国营工厂 一个很高的职位 所以那种高级的技术员吧 他是学技术大学出来的 算是不错的 后来混得不错 后来再怎么变 我就没联系了 但是我知道他还都挺好 挺健在 对 所以就改变命运 按照我的朋友的讲话 这个孩子 应该 现在早死了 所以我们在求神佛 求菩萨 这个时候 他给你帮助 你也不一定知道 因为你所求的 不一定是他所给的 但是呢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的是一种叫妄想 妄想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觉知你那个朋友 是吧 你在那生活挺好的嘛 你非要说 要个什么大房子 大house 这本来这就属于妄想 你们现在虽然辛苦 但是这正是你们的幸福生活 这佛菩萨不会去把它拆散掉的 对不对 不会为了满足你一刹那间的 那种叫做恭敬心 而把你给害了 还要再加你的命相 承受力 能力等等 这一套都要跟你匹配好了呀 对吧 你想过去 还有常常有这种故事 比如说 这家的姐姐 嫁给了皇帝 不管成了皇后 还成了贵妃 对不对 皇帝的那个宠爱的妃子 那他这个弟弟呢 通常他的姐姐 如果被皇帝宠爱 这个弟弟很多事不能干 他是不能干 有的皇帝呢 他特权人物呀 哎呀 这贵妃子你太美了 对我又特别好 喜欢 等于有一次 见到他弟弟之后说 这小伙子长得也不错呀 说你喜欢啥 想做大将军好吧 朕就封你做个将军 结果朕给他封了将军之后 结果三个月之后真打仗啊 那兵部往外派员 他说派谁啊 对对让你将军历练一下啊 是吧 这种人上去就死 你何必呢 弄这将军 是不是啊 你就在现场做个流氓的话 不至于死那么快呀 你非做个将军 敌人不管你是谁呀 是吧 见到对方的军人就杀呀 尤其是杀你领头的呀 对不对 你又没那个武功 又没有这种智慧 可不是上去很快就要人给弄死 哎 就是这样啊 就从人间的哲学概念都是这样的 从那这个神佛菩萨给我们的时候 对他有他的智慧来衡量你 你应该吃几碗饭 穿什么衣 做什么职业 也是把你一眼就看透了 所以像修行中的什么 漏镜通啊 佛眼通啊 天眼通啊 等等的这些概念 这个通什么 看透了你 简单说看透了你 那佛眼通的看透你 前世若干世 来世若干世 尝把你看完了 对吧 就是这样 嗯 所以一看我们就明白 我们能承受什么 能做什么 什么是对你好 对吧 我再举例说 你做家长的 谁家都有养过孩子 对不对 你看 你这个 这些呢 就桌子上柜子上放的 现在要吃饭时间了 光食品来说 有糖 有一些 小笼包 小馒头 煮栗子 还有 他们这个 吃肉的人 就是把这个鸡 剁得一块块的 你看鸡才多大啊 剁得一块块的 那种炒鸡肉 那你的孩子 只有一岁 请问你作为母亲 你给他什么 就是他随便拿着吃的话 你给他啥 小馒头 为啥 他不能吃那个肉啊 小孩太小 那观众就说 你看 你的亲妈 后妈呀 你不给点肉吃啊 通常说肉比饭贵嘛 亲妈才这样的 就是要在她合适的时候 吃什么 亲妈心里才有数 也不能给他那个小笼包 还得烫着 糖就更不好了 肯定小孩得要糖 那不能随时都给的 那怎么不给肉呢 肉他卡着啊 他又没牙啊 他又嚼不动 就是怎样的 他这个年龄 他要吃呢 只能得弄碎碎的 你那样 大人吃的这种块的那种 里头又有骨头又有啥的 那不行啊 就卡着了 甚至是吃糖都有危险 你说我们也提醒网友朋友哈 小孩随便吃那个鸡肉 如果里头有一根鸡骨头 就能把孩子卡坏了 还要吃一块糖 那个糖长一点好圆一点好 很容易卡到嗓子 而且糖呢 当有点融化的时候 卡着嗓子不容易出来 非常容易窒息哈 所以孩子吃糖也要小心 因为孩子还小嘛 被卡住这个气嗓喉咙的这个 成年人也不小心都会卡住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小心 爱归爱 智归智 智是理智的问题哈 对 你要有那份爱 你还一定要有那份智慧 给孩子 多大的孩子吃什么 无论多大的孩子吃什么 有些食物还是要小心 比如给成年孩子 甚至给你成年的老父亲 说给一个小笼包 成肉的小笼包 像上海人家容易往里放汤 对不对 一口咬下去 就把嘴给烫坏了 把喉咙烫坏了 还有北方的那种堂包 堂三角堂包 刚出锅的 尤其是说 遇上个铲嘴的媳妇 趁人不注意 小堂包一咬人这一口坏了 所以喊都喊不出来 连那一声啊都喊不出来 就把整个咽喉烫坏了 那个蒸的散掉 像油一样的那个 就是红糖 本来是固体的嘛 经过那个高热量之后 150度以后 它融化到那个程度 烫你的咽喉一口咬下去之后 真把你烫死 烫到整个这个咽喉里 全部变得发炎 真能烫死人 所以都要小心 所以你就是我们给孩子一样 一位慈悲的母亲 给你的孩子 给你最爱的人 吃东西本身 还都是有选择性的 吃一块带骨头的肌肉 可能把孩子卡死 是吧 吃一个很热的糖包 把孩子烫伤 是吧 吃糖 还容易卡住这个咽喉 让孩子窒息 同样会要命 你看看有多少要注意的东西 对吧 还有没注意 你们能提醒的吗 吃上 没有了哈 没有就算了 你一下想不起来了 哎 还有辣椒油 灌到奶瓶里去 那就完蛋了 那孩子给欺诈了就 师父跟你讲一下 对我自己就带孩子过程当中 一件伤心的事情 伤心的事儿 是 我们想听听 确实 那个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嗯 大概就两岁多嘛 嗯 有一次过节 过节的那天呢 我在加班 我就没有回家 然后等我加班回到家以后 孩子都睡了 可是那天他睡的时候 哎呦 就浑身红彤彤的 就是像发烧一样烫热火 然后给他盖被子 他都踢掉就是那样子 然后呢 哎呀我就觉得是不是病了呀 我一摸他的额头 真的烫哎 可是我就是去摇他呀 然后我那时候请了保姆的 保姆说应该不会吧 回来的路上还还好着呢 怎么这个时候就突然就是 又红又烧这个 嘴巴里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糊里糊涂的那些话 然后我就很着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然后呢 因为他的晚饭都是 在爷爷奶奶家吃的 吃完晚饭 保姆把他带回到我们自己家里 就是晚上睡觉 然后就赶紧打电话给他奶奶说 晚上怎么了 因为过节嘛 肯定会吃点好东西什么的 然后他奶奶就说 哎呦有可能说他姑姑 逗他玩给他喝啤酒 有可能就是小孩子就是 哎 新奇嘛 喝到了啤酒的时候 就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止住了 结果他姑姑给他灌了半罐呢 那个一拉罐的啤酒 给他真的给小孩子喝了半罐啤酒 活活把他给灌醉了 所以所有的我看到的表现就是 发红发热 口说胡话 那就是醉酒的表现啊 真的好让人生气啊 可是我也不能对他奶奶发脾气啊 真的是 没想到这姑姑开玩笑开大了 真的是 但是孩子要什么就是 吸气什么 你就真给他 还不知道节制 真的就是害了孩子 但是这个给亲妈就不会这么做 真的是 嗯 其实姑姑也是爱孩子嘛 是吧 因为爱她 但那个时候姑姑没结婚吧 嗯 应该是 所以她没有过孩子 所以没做过妈妈啊 这还不太知道 不知道分寸 所以她的爱呢 就有点乱了 就没分寸是吧 那是啤酒嘛 嗯 如果喝点这么茅台的话 那 说你儿子那这不得了 就开始写诗了 就开始 对 好 其实说这个我们说 这个菩萨给人的爱 给信奉他的人爱 一定是最智慧的 最恰当的 最合理的 可是我们人要懂得去珍惜和感恩啊 要知道珍惜眼前已有的啊 对那就是幸福啊 不要去有那么多的忘心和贪念 对 但是观世音菩萨去保佑众生的事啊 在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圈子里头啊 那太多了数不胜数呀 从北方到南方 竟是念观音菩萨的 对吧 所以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 我们的网友都发来了 现在有几十条菩萨的故事啊 对 所以呢 觉真物理 先给大家分享啊 两个这个观音菩萨 这个保佑的故事好不好 好 我先来 嗯 讲一个故事叫 嗯 斗骨三生米 嗯 斗骨三生米 对 这个呢就是 中国古代的这个故事啊 就有一个商人 他呢 这个非常的真诚 非常恭敬观世音菩萨 每一天呢 都要在他家里的这个佛堂里啊 去送念普门品 然后去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做了个梦 哎 他就第二天呢 就是要出离开家出远门去那个做生意哈 哎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中呢 就有个人很清晰的就跟他说了四句诗 哎 然后说了什么呢 就他醒了之后还还还记得很清楚 然后他就记下来了 说了什么呢 这么几句话 叫逢桥莫亭州啊 然后玉油便抹头 斗骨三生米 轻盈聚笔头 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碰到桥啊 你这个船别停下来 还有你要是遇到油呢 你就往头上抹啊 还有一句话叫斗骨三生米 他也更不明白啥意思 然后一个就是轻盈聚笔头 就是说那个黑苍蝇啊 会在那个毛笔头那聚集哈 他就不懂这是连不起来 这是什么话呀 他就但是他记住了 上路了 那个这个一趟采买也都很顺利 然后就采了买了很多货 装上船要回家哈 这个船呢在河中航行的时候呢 呀天上就开始下大暴雨了 这个雨越下越大电闪雷鸣的 对这个船夫都有点害怕了哈 然后正好呢前头有一座桥 哎 那船夫就跟他说客官 你看这个雨这么大 我们先到桥下去避避雨吧 等一下那个雨小了以后 停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再往前走 这样更安全 然后这个商人呢 一看到桥就想起来那句话 逢桥莫停舟 他说不行 他说这个船不能停 说咱们赶紧快点滑哈 快点滑 赶紧先过了这个桥 咱们先往前走 等一下再避雨 那那个船夫也得听他的话呀 就赶紧哗急急忙忙 就又往前走 就过了那个桥了 过了没多远 就听到后头喉咙一声 哇他们回头一看 哇那个桥塌了 为啥呢 它是一个微桥 就是已经都不结实了 结果暴风雨 暴风骤雨又刮风又下雨 这么一吹一打击的话 那个桥呢就垮了 就塌了 哎呦 这个商人一下就明白这句话 的含义了 说要是刚才 我们要是在桥底下避雨的话 这个桥义他整个 他两个人的命就没了 哎呦真是感恩 观世音菩萨 原来是梦中提醒我 救了我一命 哎呦太高兴了 非常的感恩 哎 那哎这个 这个生意都做的不错呢 然后就回到家了嘛 回家之前呢 也给他老婆 就写了一封信 哪天哪天回来啊 好那天到家呢 就大晚上了都天都已经黑了啊 啊 他回来也是挺劳累的哈 照说就赶紧就洗洗睡了 但是他呢 这个人真的很精进 就大晚上了 他还是要到那个佛堂里边 还继续要供佛啊 送念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圣号 那天黑了嘛 就在供桌上点了一盏油灯啊 把普门品呢 恭恭敬敬的送念完 来念诵菩萨圣号 然后呢 哎 三拜九寇 给菩萨来来行礼 行礼 来礼佛哈 哎 行礼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那供桌上的那个油灯啊 一下倒了 倒了那个油 就撒了一供桌嘛 但他行完里抬起来一看 你爷爷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想起第二句话了 叫欲油便抹头 哦 反正也不明白 就是听话吧 听话照做 就把那个 供桌上的油啊 都手都都擦到手上 然后哎 把头发哎 都梳理都那个 反正古代人有的时候 也是要用油抹抹头哈 但是女人抹的多 男人都很少抹 对吧 反正他的听话照做 就抹到头上了 抹完了以后呢 就回卧房 就跟老婆两个人就睡觉去了 啊 这个一夜无话哈 第二天早晨呢 可 鸡叫天一亮啊 他醒了 扭头一看老婆 哎呦可不得了了 老婆这个胸口插了一把匕首 已经弃绝身亡了 哇 这给他吓的 说怎么才出了人命案的 都不知道哈 然后赶紧就报官呐 报官府 官府来了 查了说 哎你们家这个门窗 都没有被撬的痕迹哈 不应该是外面的强盗进来 然后也没丢什么财物 然后也没什么打斗的痕迹 完了就说 你肯定是贼喊捉贼 就是你把老婆杀了 啊 你那个什么 就把他给抓了 抓到老李的话呢 左审右审 他没啥呀 都是我冤枉啊 也审不出个所以人来 哎 就是一桩胡头爱 可是这个判官呢 这个这个县官呢 就是还是要判案嘛 最后就在大唐之上 还是说就是你没别人啊 就判你死刑啊 然后他判呢 判的时候就拿那个毛笔嘛 以前他就提起笔来 就要写要写 要判处死刑 哪天执行之类的 这个时候这个笔提起来了 还没落笔的时候 哎 也不是怎么回事 飞进来一群苍蝇 就都绕着那个毛笔头 嗡嗡嗡嗡嗡嗡嗡 让那个县官没有办法落笔 对 然后这个犯人不是在底下跪着 带着那个枷锁 就等着被判决嘛 一看到这个苍蝇飞来 都绕着笔头 哎他就不由自主的就念出来了 那个诗的后两句 斗骨三生米 轻盈聚笔头 他一说这个话呢 那个县官也是一个有点智慧的人 哎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然后他说轻盈聚笔头 说你怎么这哪来的话哈 那这个商人就跟县官就讲了 前头这两句 啊原来都是观世音菩萨 梦中点化他 已经已经就是救了命了 救了命了 然后呢 这个县官呢 就明白了 他说哦 这个呃 什么呃 冯桥 莫亭周 啊玉游 便抹头 你都照做了 哎今天又发生了 又灵验了 这个轻盈聚笔头了 那斗骨三生米 什么意思呀 我说哦 因为古代呢 那个一斗呢 是十生 那骨子放进去了 十生 出来了三生米 那还有七生是康啊 啊 这县官就说 查一查 咱们这个附近有没有叫康七的人啊 啊 结果牙医们一去查 呦 真有一个康七 就给抓来了 抓来之后一审讯 这个康七呢 就招供了 怎么一回事呢 是这个商人不是出去出差办 办生意吗 那这个期间呢 也有一段时间 结果这个康七呢 就跟商人的妻子通奸啊 就就就 俩人就好了 然后呢就 打算呢 等商人回来以后呢 就把商人杀了 商人不是先寄了一封信回家吗 他们知道他哪天晚上回来 哎就 结果这个康七就在他们家呢 已经都埋伏好了 但是黑灯下火的呢 他看不清谁是谁 他不知道杀哪个人 他就去摸头发 他想嘛 头上油多的 就是那个女的 结果一摸俩人头发 哎这个油多 他就想 哎这个是女的 那就杀旁边那个 结果他不知道啊 是商人刚在那个佛堂里面念诵经文之后 油灯倒了 他把那个油都抹头上了呀 所以呢 这个康七呢 就把这个 肩腹淫妇 就把这个淫妇给杀了 就这么一回事 哎呦这个冤案就告白了 所以这个 这个商人呢 就是等于是被 嗯 菩萨 哎 连连续救了两大命 对 还还还解脱了这个冤案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感恩 观世音菩萨哈 然后日后的话 还做善事啊 还继续去送念哈 还做一个好人 哎 真是很精彩的故事啊 是 而且还有那个寓言师在前头 对 对真的很神奇 智慧的破案 每一个环节 丝丝相扣 哎 真是很好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听这个message哈 这很重要 对 要有悟性 听讯息哈 对 很重要 嗯 对 好 好 师傅我也想跟您和大家一起分享 叫托梦寻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这故事是个真人真事 是发生在四川成都 有一户人家呢 就是有位老奶奶 嗯 平时就帮着带孙子 嗯 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住的时候呀 这个嗯 嗯 孩子呢 小孙子就叫春林 那么奶奶就带着孙子呢 就在院子里玩 也就是在家门口嘛 奶奶想哎呦口渴想喝口水 她就回家 哎想喝口水的功夫不就一下子的功夫吗 所以就没把孩子牵回来 让孩子就在门口玩 那等她喝完水到了门口一看 哎呀怎么不见孩子的踪影了 她就大声的叫喊孙子的名字 春林春林 怎么叫都孩子不回应 然后她又赶紧出去找孩子找孩子 一大圈找下来就是不见孩子的踪影 这时候她心里就想坏了坏了 孩子丢了孩子丢了 然后赶紧就打电话 给儿子呀儿媳妇呀 让他们赶紧回来一起找 结果一家人找了整整一天都到天黑了 都是没有找到孩子的这个踪影下落 这个时候媳妇就大哭啊 就是我的宝贝丢了心肝丢了呀 这个叫我怎么办啊 儿子不回来我也不活了 你想这奶奶富旧感多强啊 她也只能陪着媳妇哭 都是我的错呀 我这个老糊涂 我怎么喝水就不知道 把孩子也带回来呢 一眨眼都不知道 万一碰到个人贩子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还是很有可能碰到 人贩子把这个小孩子给拐走了 大家越想越后怕 真的就是一家人抱头痛哭 那么过了好几个月 一家人还在拼命的找孩子 可是真的就是一点信息 踪迹都没有 这个媳妇啊班也上不了了 天天在家以泪洗面 然后呢人就特别憔悴 销售的很厉害 奶奶呢还好就是有一点信仰 平时就是一直是念佛念观世音菩萨的 家里也供着菩萨像 那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个小疏忽 就把孩子给丢了 也是个大错 就天天到佛菩萨面前去 磕头礼拜去呼喊 菩萨能不能救救他的孩子 把孙子给送回来 但是也是好几个月过去了 那么到了奴隶六月十九 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的日子 按照奶奶的惯例 她都会到庙里去给菩萨尽敬香 那这个时候她心里更沉重啊 她有事相求啊 更是很虔诚的一大早就提着供品啊 那些花果啊 就跑到庙里 给菩萨恭恭敬敬的敬了香 然后把这些供品都供了上去以后 还在那里非常虔诚的跪在地上 齐请菩萨显灵能够把孙子找到 好给他们一些线索也好 念着念着又眼前就浮现起了 孩子那个可爱的小脸啊 然后又想到自己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哎呦万事涌上心头 背从就是背从心来吧 就是这样就不断的就大哭了起来 哭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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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一口气没提上来 就昏了过去啊 就是在庙里 那那个时候呢 正好旁边都是一些来敬香的好心人 有两个姑娘看到奶奶突然昏迷了 就赶紧把她扶到一个通风的地方 把她抚平抚平胸口 帮她捶啊捶胸啊 帮她抚平 慢慢慢慢的就缓过了进来 就问她这个事 这个时候呢 奶奶还在那一边哭一边哽咽着 把这个大概的事跟这姑娘也说了一下 那这两个姑娘说 奶奶我们好同情你哦 但是这个时候 你只要在这儿能够诚心的念诵 菩萨的名号 再向观星菩萨求一求吧 兴许还是会有一些什么message给你的 就是你能够可能 可能会菩萨显灵会给你一些这样的启发 那奶奶听到这样的说法以后 点头称是 是啊是啊 我不能心乱了 我还要求菩萨 所以她就在这个菩团上啊 就定下心来 开始念佛了 念着念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她就感觉 哎 天亮了起来 那个好像有一些彩云飘过来 然后好像就是彩云之间就有一尊白衣的这样的观星菩萨的像就显示了出来 然后啊 她就就看着看到那尊菩萨开口在对她讲话说 好像说奶奶你不要心急 我告诉你 你的孙儿啊 八月十五的时候就能够回到家了 就回了能够回家庭 哎 讲完以后菩萨就隐身而去了 不见踪影 她抬头偏偏的就看天上 天上有云 但是再也看不到菩萨的踪迹了 但是呢 即使这样她感觉到菩萨给她带来的这个消息 让她就很很欣慰 也让她很欢喜 她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去 而有一进门就推门 就跟儿子媳妇说 好消息好消息 我们家的村林有着落了 说菩萨刚刚给我就是托梦了 好像就是她念佛的时候 相似在梦境中说 说就是要到广州 我的孩子我们家的村林在广州 她中秋的时候就能回来了呀 就有这样的一个灵感 好 儿子听了也说 哎哟妈这也是个好消息 那您就放心吧 可是儿媳妇在旁边一声不吭 这个老太太讲话不能 不能全信吧 但是呢也知道妈妈 平时还是很诚心的 所以不好说 不知道结果怎样 所以她就不说话 就站在一旁听着 所以只等中秋节 也不知道会什么结果 但是大家心里就盼着吧 就这个时候呢 在他们院子里啊 有一位张师傅 是一个货车司机 他呢正好接到一单任务啊 要去那个叫什么 要去广州送货 可是呢他不想出门了 都快过中秋了嘛 成都到广州是很远的一段距离啊 万一在路上有一个一天半天的耽误 回到家的时候 可能就错过了中秋节啊 所以他可不想这样子 所以他还不想去送这批货 可是有一次啊 有一个晚上 他也做梦了 梦到了呢 他好像是泛着金光的菩萨 到他的梦里跟他讲 张师傅听我缘 你和宝贝有大缘 宝贝陷在广州处 中秋回家月正缘 诶 怎么这四句话 还那么像诗一样的 可是他说 我是有一个开车的司机 我又不懂诗文 可是这四句话 等他一梦醒来以后 记得是真真切切 清清楚楚的 他说 菩萨说我跟宝贝有大缘呢 啥宝贝啊 那菩萨没说 但是呢 要信菩萨呀 既然说我跟宝贝有缘 那这一趟出差 我还是去一趟吧 所以呢 他就去送这趟货了 等他到了广州 送完货 哎呀 就还是开车回家了 也没碰到啥宝贝的事嘛 但是呢 他想也没事吧 就当是做了梦一场 我呢 能够赶上中秋回家 过团圆节 就挺开心的了 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 有点堵车 所以就在那个街上啊 就是一边开一边停 一边开一边停 这样堵着 结果堵着的一段时间呢 哎 旁边有一群小孩在那玩耍 他就也探出头 反正就堵车嘛 就这样无聊 就看着那堆孩子 一看 哎 这个孩子不是这么眼熟啊 他说 看着像我们院子里走丢了的那个春林哦 他也是看 他就一直盯着那个孩子看 哎呀 正好跟这个小孩子四母相对 打了个照面 小孩子也看到了他 一下子把他认出来了 叔叔叔叔 我是春林 你带我回家吧 看到叔叔开了个车 我想我想妈妈我想爸爸 你带我回家呀 赶紧的哦 这个这个时候 反正还好好在车还堵着 这个张师傅就下了车 赶紧把这孩子抱上去 就坐在他的驾驶座旁边 然后赶紧的说快开快开 别堵上了 因为他怕什么 他怕街坊邻居以为他是个人贩子 把他给逮下来 就是这样子 好在呀 哎 一下子这个路路上挤着车又通了耶 蛮顺利的 就从刚才堵车的这段小街小巷的 堵堵堵 就是开开开开到大街上了 一上大街大路的 马上就通畅起来 一踩油门 这个车就跑起来了 一看哎呦 跑出两里地了 他再回头看 好像还好 没啥车追着他来 追人贩子这样子 他也觉得松了口气 松了口气的时候啊 他才问小春林说 春林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在家门口玩的时候 然后门口就有一个叔叔跑过来 我一看 哎呦长得像大舅 大舅说带我去玩 去给我买好吃的 我就跟着这个大舅走了 后来才知道他像大舅 他不是大舅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 我就到了 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 那个张师傅就知道 肯定是遇上人贩子 把他给拐卖了 那拐卖了的时候 那你到这儿来 这户人家叫啥呀 他说我只知道 这个新的爸爸妈妈 姓王 不知道叫啥 那怎么今天 他们会让你出来玩呢 他说今天这个 爸爸妈妈又跑去出去的 他们有事 就让我跟那个 院子里的孩子一起玩 我才看到你的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就真的是在路上是碰上了 然后好好好在一路上 赶紧的这个 张师傅一夜都没耽搁 紧赶慢赶的就赶回了成都 到了赶紧回家 都不去公司了 赶紧回家 先把春林交给他的爸爸妈妈和奶奶 哎呀 这一家人真是失而复得喜极而弃啊 这个爸爸妈妈奶奶就抱着孩子 又轻又哭又笑 都都都忘记了 张师傅就站着旁边的哈 后来突然醒悟过来说 感恩大大真的是救命之恩啊 把我的孩子找到了 还把他们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真的是关心菩萨 感恩感恩感恩 今天是中秋节回到家了 那真是今天中秋节 你真是让我们全家团圆了 这个恩德太大了 张师傅说什么 今天要在我们家过节呀 你跟家里人说一下 就在我们家过节吧 好 张师傅雨天也是 盛情难却 又跟这个春林有这么好的缘分 挺开心的 大家就一边吃团圆饭 一边就是喝酒啊 又聊起了这一路上的这个 遭遇的这些事情了 就不多说了 然后爸爸妈妈都跟春林说 春林这个我们准备了 你今天是张师傅把你就带回来 我们可要感谢他的大恩大恩 你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叔叔呀 他说我们也没有多表示 我们就准备了一个红包 你一定要去给到叔叔 让他收下 那小孩子也很天真啊 就把这个红包往叔叔手上 手里塞呀 那叔叔说我可不能要啊 这个我们都是一个院子里的人 这谁都没有点感情 你们家丢了孩子这么着急的事 患者谁都会把这个孩子带回来的 我不收我不收啊 你们回来了一家团圆了 我就很开心了 今天我就来吃一顿饭 也是就是好像就像 接上了这个喜事一样 我很开心的啊 然后这个小孩啊 可同事了 然后他就他说 嗯然后他说那叔叔叔叔 我我给你编个儿歌吧 嗯张叔叔张叔叔 你是一个大好人 把我带回家 叔叔叔叔不会老 一百二十岁 你也永不老 反正他就小孩嘛 就一边唱歌 就一边就这么编呗 就是这样啊 挺机灵的 大家一坐着人听了一下 哎呦好听好开 都鼓掌称势称势太好了 就是这么回事啊 那那个小张叔叔也是一高兴 就说这样吧 我不收红包了 这孩子这么好 跟我也这么有缘 我就认个干儿子吧 就这样家里人就看 这孩子又认了一个干爹 又跟自己的亲生父母 和奶奶都团圆了 太感恩了啊 然后奶奶就说了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告诉我在庙里 告诉我 中秋节叫我在家里 孩儿能够回家庭 然后这个小张也说了 哎呀真的呀 有这回事我也是做了个梦 本来我是不去广州的 也是看到菩萨给我托梦说 我跟宝贝有大缘啊 然后这个宝贝在广州啊 然后还中秋回家月振园 你看看 所以全都是菩萨一手给安排好了的 这样的一件美事 太好的故事了 精彩精彩精彩 哦 恭喜恭喜 嗯 菩萨的故事真是很温暖人心的 真的 绝真 我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网友啊 就来贴上来的自己的那些受益的故事 都很好 第一个呢是这个平良 他说师父好 弟子在两个月前呢 有一天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嗯 发现他前面的那一辆小卡车 有点不对劲 嗯 然后呢他就超过了那辆车 在超车的一瞬间 那个卡车突然失控 向左边拐个大弯 一下子打到马路最左边 同时然后又瞬间又 往右边拐一个大弯 又转到那个右边 就横跨整条马路好几个车道 车上那个货物都掉下来了 哇然后呢结果就是那个卡车又又反正就是哎呀 就乱套了嘛 后来终于还是杀住车停下了 这一切呢都发生的太突然 但是呢这个呃 咱们这个弟子就是非常的庆幸哈 自己超过了那辆车 嗯 如果在那个后面的话很可能就产生车祸了 嗯 所以他的就非常的感恩张 但是那时候他开车的时候呢 他心里一直就在念佛 索性没有造成大爱 而且当时他车里挂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车挂 你看我们这个照片上有啊 他哎呦这个车祸避免了之后 他就抚摸着车挂的流苏 真诚感恩佛菩萨的护佑 让这场意外化险为夷 嗯 嗯 很精彩精彩 对 真实的故事 真好 嗯 对 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位网友 Pons的那个他的故事 45年前他当时只有17岁 正迷茫前途 由于自己的高中没有达到最优秀的成绩 他只考入了只有两所 他所以没有办法考入 他们本国只有两所大学 他的考不进 嗯 所以他只能说哎呀 可是他的理想还是要上大学 嗯 所以想去国外的大学报名试试看 可是那个时候申请的资讯 信息是很少的 又不发达 所以他在迷茫中 也不知道去 去不去的成 他就去求观世音菩萨 指点弥精 结果去求签 签文中就有一句说 飞入云中 好 之后呢 他就增强了信心 他就好好的去准备 在一个月内 就将申请学校 签证订机票行李 这一切都给他办完了 还特别的顺利 好 所以他一切就绪后 他真的就飞往了严寒的加拿大 进行神兆 从此以后 他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 这一路一生一世 都是观世音菩萨 在护有他 在指点他 真好 嗯 真好 嗯 所以我再分享一个 嗯 菩提弟子提祥 他的这个故事 他起了个名字叫给我一杯忘情水 哦 好 他的家里呢 就一直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唐行 但是以前呢 就没有尝试着去跟菩萨沟通过 嗯 那几年前呢 他就个人感情啊 出现了重创 就失恋了 嗯 特别的难过 情绪低落呀 长达一个月之久 最严重的那个时候啊 心中的悲苦 就像 那个 山压过来 呃 海翻过来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特别痛苦 后来他在网上呢 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讯息 就是说 遇到类似情况呢 可以诚心的祈求观世音菩萨 赐给忘情水 就可以度过失恋的痛苦 他呢 当晚就供奉了一碗清水 在观世音那个唐卡前面 然后非常真诚的送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心中真诚的祈求观世音菩萨 帮助自己解除心中的情绪 啊 请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这碗清水 让他变成一碗忘情水 他真诚送念了一个小时之后啊 心想嗯 可能观世音菩萨已经加持了啊 好他就把这一碗清水一饮而尽 然后也累了嘛 就去睡觉了 哎 这一觉睡得很好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奇迹发生了 他虽然还能感觉到 这几周以来 负面情绪带给他的疲劳 可是一点都不难过了 没有悲伤 也没有不舍 感觉一切都过去了 此刻 深感若没有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护佑 我不可能在当时那种 一烂如一滩泥的那种心理状态下 又如铁血战士般的重新站起来 哇非常非常的感恩菩萨 他说我听过很多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 可是这一段经历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 忘情水真实存在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我看好多人都要求这个忘情水去了 所以就是在家里啊 一定要供奉观世音菩萨 不管是唐卡还是那个佛像 真的一求就灵的 是的 我们那个慈悲音网站上也 都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观世音菩萨像 你找一尊跟你最有缘的 供奉在家里 非常的必要 对 再跟师父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求观世音菩萨的事 这位超金网游他说 我们这里一位助委师兄 投胎是生了个儿子 那么第二胎呢好像又怀了 怀了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们小夫妻俩想生个女儿了嘛 就这样儿女双全 这么怀的时候呢 六个月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还是个小子 就是可能还是个儿子 但是呢他们很有意思 他们就求师父也供登 结果真的神奇发生如愿了 生的时候就说生了个 最后生下来就是个女儿耶 哇这个神奇 鼓掌鼓掌 很可爱啊 这太好玩了 兄弟得女吧 真是 很有很有很巧很巧 不可思议啊 真的是 再分享一个 旧金山禅堂林高师姐的见证 她是她妹妹的生性很善良 很喜欢帮助有需求的人 嗯 然后最近呢有一些网站呢 经常找她捐钱 嗯 她一听说是帮人的 哎这个妹妹就毫不犹豫的 就捐出了钱财 嗯 在一次一次的这种索取之后呢 妹妹终于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结果一查呢 哎呦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诈骗集团 嗯 嗯 那这个姐姐呢 就是林高师姐呢 她就每天齐请观世音菩萨 还有师父来加持妹妹 那能够把这件事情尽快圆满的解决好 啊 经过这个真诚的齐请送念呢 很快 这些诈骗的事情就浮出水面了 然后这个诈骗集团就不能够再去骗别的人 还有更多的人了哈 然后她妹妹呢 就没有受到进一步的钱财的损失 而且呢也就认清了这个好坏人的这些这些这个嘴脸哈 所以就得保证了这个安全 所以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护佑 嗯 受骗的也护佑 嗯 对现在这个网络上骗人特别多哈 对 所以很多善心的人士啊 一不小心就中招上当 还有打电话骗人 网络骗人 哎呀这数不胜数 嗯 特别特别严重哈 大家实际要小心 好物理还有故事 对是不是再讲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啊 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个师姐 嗯 她呢是越南的华侨移民到了加拿大 哦 然后呢她当时给我们讲的是她爸爸的故事 嗯 她爸爸呢之前在越南的时候是一位医生 而且是很有名的一位医生 是一个诊所的院长相当于医院的院长 那个时候呢就是她爸爸年轻的时候啊 就她们还小的时候呢 嗯 家里就是有五六个小四五个小孩 妈妈就是家庭妇女 就是爸爸当医生 那挺挺好的 可是后来就是越南不是发生了战争吗 就分了什么北越和南越两派 反正但是呢就是开始打起来了了 打起来就会有军人受伤 那军人受伤要救命啊 谁管呢 谁管那个哪个派别就看到有医院就给送进来 好看到有诊所就给送进来 所以她爸爸那时候呢是做医生的 其实也是医者人心 她也不管什么你是哪一派的 真的是只要送进来 是个这个兵威的这种患者 她立刻就动手术 所以也救了救了一些军人 结果没想到她就被当地的执政的军政府 最后给抓起来了 给她安了个罪名是什么呢 就是说她支持叛军这样的话就是有叛国嫌疑 就是等于你是一个怎么讲叛徒吧 你怎么可以救敌军 那她很冤啊 她就申辩说我是个医生 我不是有什么政治的说支持哪一方 反对哪一方 我只是医生做我的职业而已 那哪管这么多啊 就是立刻就给她判了 而且说七天后就执行死刑的 然后都不让她见她母亲 不让她见家属 就直接投入死牢去了 那个时候 奇怪啊 她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啊 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局面嘛 她有什么呢 就是然后就看到就是医生 就是她老公先生被带走 被一群军人带走了 然后就音信全无了 哎呀在家里都乱了锅了 就是就是哭天呛地的哈 但是也没有办法 也不知道里面情形是什么样 那么我们的这位师姐她的爸爸 就是在她的牢房里就拼命的那个时候 大说真是拼了命的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南无观世音菩萨你救我呀 南无观世音菩萨你救我呀 就是这样子哈 好不管怎么样 一天又一天就眼看着第七天的时候 马上就到了哈 结果就是这么巧 第六天的时候呢 他爸爸的有一个好朋友 说是这兵荒马乱的去看看他 就上了他们家去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 其实平时大家兵荒马乱的来往走动也不多 结果是到了他爸爸判死刑的第六天 其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爸爸被判了死刑了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 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他爸爸被抓起来 就这么巧 然后就上门去拜访的时候 一听有这样一件事情 吓死了 这个朋友也吓死了 从来没听到过我这么老实巴交的朋友 怎么还会叛国 还会怎样 肯定是误会了 所以朋友赶紧就安慰他母亲说 你别急你别急 我赶紧去找找人哈 就拼命的这个朋友就帮他去找人啊 也不知道找哪一边的人 也不知道找谁 反正就是 但是这个朋友的特别给力 就是马不停蹄的找了一家又一家 逢人就说我这个朋友是被冤枉的 你帮我去打听打听看 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结果怎么样哈 好 这个就是在域外 有这样一位热心的朋友 在帮他斡旋 在帮他游说 结果就是一直拖 也拖政府的人 也拖军队的人 一直跟他说 他是个医生很好的 他救了叛军 他也救了我们自己的军人啊 你不相信 就是我们自己军人好多也是 他救回来的生命啊 什么什么 就这个朋友就很会这样讲 结果讲着讲着 有一个将军就听到了 是吗 是有这么回事吗 他说帮我去牢里问一问 这是第六天 已经到了第六天晚上了 第七天就要执行了呀 这个哪有这么巧的事 说今天问到了明天 这么好就给你放了呢 结果就到了第七天早上了哈 哎呀 惨了 这个早上就是眼看着就 已经给他送了那个断头饭来了 就是临行前的最后一顿饭 要好好吃一顿的 这个都给他吃了呢 然后他爸爸真的是好绝望好绝望 就是哭了七天 也念了七天就是这样子 结果就听到那个熙熙攘攘的 那个骂骂咧咧的声音 那个部队里 然后问啥事啥事 反正他爸爸就用心一听 惨了肯定是来带我要上刑场了 我一听 就听两组这个士兵在骂人 那是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车到现在还不来 就是有就是押送囚犯的行车呀 说好了是早上五点要到这个牢房来提犯人 然后押往刑场去执行的 说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 打电话 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嘛 都四五十年之前的了 也不知道车到哪去了 但就等 然后那边呢说出发了呀 正常的 后来才知道 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行车半途中抛锚了 然后就也那也找不到人修啊 反正一打到折腾折腾到最后 才知道十二点还抛锚在路上 还得找人去拖去怎么 一搞就搞到下午了 结果监狱长就说 算了今天就不不不不拉出去了 明天吧这个他们好像也有这种说法 是不是执行都要早上还是怎么的了 就耽误了一天 就把他又关回到牢房里去了 就这么巧 他已经是多多这么延了一天的命 就第七天没有执行成的这个死刑 因为抛锚的这部球车 真的就给了他多一天的机会 就在这一天 那个听闻了他父亲故事的这个将军 也那么给力那么高效率的 真的就去这个叫什么 在牢房里监狱里查到了他的名字 后来这个将军还乐于出面说 我来保他 说这是一个医生 他呀没那么大罪名 他也不管什么人 也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他也没有背叛过我们的政府和国家 他做了他医生该做的事情 他也救了我们自己的军人 然后将军就签字 把他保了出来 真的就是九死一生 多悬啊 就差这么一半天的时间 他爸爸就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真的后来就把他无罪释放 释放出来以后 回到家里 真的是跟老婆孩子抱头痛哭啊 观世音菩萨救了我 我念了七天的观世音菩萨 你看我眼泪都快流干了 然后他的太太也是在家 也是念观世音菩萨呀 带着孩子就是都魂飞魄散了 真是就要家破人亡了 真的是有特别感谢 他那位贵人的朋友救了他 就感谢观世音菩萨 也是盼了 一个是安排了这位朋友来了 然后又找到了这位将军 愿意替他伸张正义 还有就这么巧 这个球车就在路上抛锚了 给他多争取了一天的时间 这一切看似这么巧合的安排 真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感应到他的呼救啊 来救了他一命啊 那后来他们也是通过难民申请啊 什么的非常幸运的就移民到了加拿大 然后才在加拿大安定了下来 从一家人就是就开始在加拿大幸福的生活了 真的是命大福大是什么 真心诚意的平时就是信念观世音菩萨 真的有大灾大难来的时候 真心诚意的来齐请求观世音菩萨 菩萨一定显灵来帮你 这也是他逃脱牢狱之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真人真实 太棒了 太精彩了 哎呀感动啊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救度众生的故事 没办法说完呢 之前几场 尤其是近两三场 我们讲的这个佛境探索 那个主话题是什么 就是近两场 是对我的认识 现在还是 所以前面是小我 大我 现在呢是无我 用我 这就是佛门的 我所已知的最高境界 再高的探索就没有意义了 对 因为作为一个人呢 就是作为神 都经常证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供养 这是我的什么什么 那 在这个菩萨的境界之中 他是无我的 就财色 在财色名利面前 没有我 就是无我 甚至连那个起心动念 说我要的感觉都没有 啊 比如说哎 我喜欢的人 或者我喜欢的东西出现了 哎 我想要 刹那间这个意识 都不升起 因为他这个是有一种 叫做一个是 发怨心 有怨心 和长期的修行 也习惯了这种 叫做 无我所求的 这样的一种 稳定而慈悲的心理状态 而达到的 成为了这样一种 心理的习惯 在遇到好吃好用好玩的 都没有想到说我要 但是我们凡人就不同啊 我们的凡人是指 普通没有修行的人 就是我要我要我要 好吃的我要吃 好玩的我要 好看的归我 是吧 大房子我要 是吧 高级汽车我更要 所以你都想到 看了一个漂亮汽车 都能想象说 我开这种车的时候 那种美好感觉 自己在想象 所以你看到一个漂亮车了 对吧 对 对 所以这样子 你看从 我要 到 我不要 让你要 还要说 我怎么样去给你们 你看 这是无我和用我 对 大家开始学到了哈 所以在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的大众获得利益 像慈悲的母亲一样 把自己的爱 能力 胆识 恰当的方法 智慧的方法 都想方设法 都给你 尤其你当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 对 所以为了让众生获得利益 叫奋不顾身 这种奋不顾身 不顾及自己的时候 这更是一个无我的体现 对 如果我们是一个人类的修行人 如果把持这样的心态 那 你就获得了菩萨心 也像佛经理所说的 这叫菩提心 或者叫菩提金刚心 这都是一个意思 你就获得了真正的慈悲的心 那就有了佛陀的智慧 有了大慈大悲的人格 有个坚定不移的 清净的心的状态 但是又有了心的使命 这叫利益众生 你所求的那个解脱 是在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 这种痛苦中 我们之前不是讲的五蕴吗 五蕴之圣带来的伤害的 那个痛苦中改变了 用好觉受 用好感知去利益众生 所以五蕴皆空 无一切贪嗔痴慢疑 之前还讲的无言而别说深意 像《心经》中说的是吧 这个有 为了众生而有 让你看你看得更明白 就像一个神意一样 我看你的病到底是遗传基因的 还是你自己所造 还是传染病对吧 你要打到佛颜通 智慧通 漏尽通 看透这一切疾病的来源 所以我们也说 佛是大一王啊 这是超级世界最大的医生 就看我们众生的这些问题 所以让我们具有那一双佛颜 具有那一双佛的耳朵 去听闻众生求救的声音 听闻众生痛苦哀嚎的声音 我要去帮他 伸出你的牵手牵眼来 去帮助他们 首先有这个心之后 那个手和眼是什么呢 看到即行动 我们是行动派 对 所以在藏密之中的 你像这绿度母 绿度母菩萨这个形象 是一只腿盘腿 一只腿踩在连胎之外 就是随时去触及利益众生 帮助大家 帮助大家脱离痛苦 你看看 这是就是菩萨行 菩萨道 菩萨的精神 这是不但是无我 他的最极致状态 不是无我 无私无贪 就是最高的境界 反而是要用我 还要把自己所有的都用到 就像一位慈悲的母亲 是吧 把痛苦留给自己 在好吃的面前说 妈妈不喜欢吃 总有个妈妈不喜欢 今天从农村到了城市的大房子 妈妈住不惯大房子 我还会在乡下去 是怕给孩子添麻烦 对吧 知道自己得大病了之后 知道这种病也治不好 所以不让儿女多花钱说 哎呀 这妈妈觉得这都是小事情 自己就会好 不用去开刀 不用看明医 没有事 妈妈不痛 这都是伟大的母爱 是吧 痛苦的不好的都是妈妈在承受 好的都留给孩子们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这是众生的伟大的慈母 所以今天呢 从农历来说 中国的农历 也叫黄历 就是二月十九 是观音菩萨圣诞 也正好赶巧是我们直播的日子 所以今天大家有机缘 听到我们深度 去讨论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和这种精神和状态 那我觉得 这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的大缘分 我记得是2002年还是03年来的 03年哈 对 那个是9月几号你们记得吗 6月19吧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那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记得我住的这个附近 那你们都去过了哈 观世音菩萨在空中 呈现一个大身之像 这种上百米高啊 那天那个天可晴朗了 就是有人说 就看到我们那个附近有五彩祥云 真的吗 因为我自己见多了 也不以为去说真不一样 太特别特别 我出去没看见五彩祥云 就看一尊菩萨就在上空 站在那儿 我赶快找个相机 那时候刚出国不久 到加拿大时间不久 也没怎么照相 在国内的传法的时候 有那个相机 有一个那种新型的数码相机 一个是传统胶卷的相机 那就照吧 拿两个相机换着照 可是胶卷相机里面都已经照满了 按它规定的三十六张已经照完了 就咔嚓咔嚓捏了两张 它捏不动了 完全捏到头了 那这个数码相机呢 照了很多 数码相机也是在国内照的一些 一些图片 反正数码的也不用打印 就那么放 等照完了之后 其实我的经验是有时候照不下来 所以数码那个插上电脑 我就给它看 等完了之后 你看到里头连过去的照片也没有 里头像空的了 全是黑色 没有全部抹掉 那这个胶卷的相机 我们人不能拽开的 你拽开就坏 我就找人赶快去到那个胶片冲洗店 印照片的地方赶快去冲洗 说不定也照不到 过去我们常看到的奇特景象 什么像也都照不到 所以我也就没抱希望 所以我们看见了 但是可能照不到 那我描述一下看到那个景象 大家刚才看那个照片 是菩萨的局部 其实下头它就像站立的 很高啊 很高 就觉得一百米高 离自己可近了 天空中晴空万里 没有云 一直出了半个多小时 就在那儿 我就照啊照 因为一直照着照着不停 就跪在地上在那照 因为我想给大家看 我的感应就是给大家看 这个菩萨像 因为我们照着相的清晰度 和我们肉眼看到的还不一样 肉眼看到的就是非常的壮观 好巨大嘛 那个脸很清楚 就是观音菩萨的脸 甚至头上带有宝观 宝观上有佛像 底下骑的是像狮子一样的那种兽 都非常的清晰 是这样 嗯 那么后来呢 这个数码相机的就没有 就空了 啥都没了 可是呢 那个胶片的那个呢 胶卷胶片那个冲洗出来 有 就最后挤出来的那一两张 有 就是观音菩萨的像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从那个相机里头 洗印出来的像 菩萨的像 大家看那个脸啊 就越放大越像 非常的像 啊 因为到后来有些人过 也在网络上后来也看 也有很多一看就是白瓷像 或者白玉像之后 就会叠加 叠加到云里头去 看就挺不自然的 这个像是自然的 我不做这个假 因为我的信仰 我首先是很理性的信 这个信就是 我会将它的神性 人性都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不会盲目的去乱做 那这样 这个完美的技术 也会叫于心不忍啊 不可以乱做这个假 啊 也有人就是 当年香港的影星周星驰先生 拍的一个叫功夫还是什么东西 上头不是什么佛 佛印章啊 什么武功中的一种夸张的说法 是吧 上头也好像空中做这个佛的那种 他为了描述一种武功是吧 哎 只有一个人连那个啊 他那电影做的那种佛像图 也照出来说这是某师院出来的佛像 对吧 其实大家可能也是想彰显自己的道场的殊胜性吧 我们可以理解啊 可以理解 实际上就是有真就有假的 啊 所以讲这个2003年的时候啊 对 就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啊 所以希望大家也会注重我们今年的6月19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啊 希望那一天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再相会啊 对 我们再深入再探索啊 或再分享这个菩萨忽悠的故事啊 你看刚才 其实我们主要分享了 是网友今天贴出来的自己贴出来的故事 我相信让大家讲的话就更生动 更更更神奇啊 真是非常感动 对 那刚接触的人就是说 哇有那么神吗 真的有那么神吗 我们说中国人也不是好骗的啊 那也不神 谁还故意往上贴花啊 对不对 尤其是你那个快速的灾难发生的时候 就是一刹那间 就是生就是死啊 但真获得救助之后 那才是感动啊 嗯 所以我的故事就不细讲了 今天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故事 又从佛陀经典里描述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啊 我也给他分解了 也给大家分享了啊 希望大家今天呢 真能够受用 能对观世音菩萨呢 产生真正的恭敬的心啊 对 今天呢 大家 我们这个 直播圆满之后呢 大家抽空了 哪怕苏年半小时 或者更多一点时间 苏年 那么大思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好啊 一定会得到一年的好运的啊 那 我说一下下一次我们直播的时间哈 是温哥华时间 呃 呃 4月3号 晚上6点 呃 亚洲 台北北京 呃 这个香港 新加坡时间 是4月4号 呃 上午 9点 啊 那天是亚洲时间的周日 就是礼拜天啊 哎 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啊 好 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健康长寿 佛光普照 法喜充满 全家幸福 好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在茫茫人海之中 帮我与您相遇 小小的红电影 人生就自欢喜 我快乐了 我健康了 我幸福了 我美丽了 我聪明 在茫茫人海之中 让我与您相遇 在茫茫人海之中 让我与您相遇 少年 任生天的神迹 我智慧了 我宽容了 我自费了 我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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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有忧郁。 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 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 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 小小的红颠里,全身就此欢喜。 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 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 小小的红颠里,全身就此欢喜。 小的红颠里,算和升红颠里,每个人都这里。 耳朵点赞叠,自己的红颠里,最有的神奠里的 PM。 他会把钱开lican里。 我没看到,只能在茫茫人海之中。 只能在茫茫人海之中。 感谢观看